我们回答问题 我想找道场学习 但我害怕 请张大师开示 我们在末法时期 学诗说法如横河沙中 也就是说 你找到一个道场很出名 或者找到某一个师父很出名 未必是正道场 为什么 今天穿着袈裟 或者打着佛的名义的 讲经说法的这些人 十个里面 九个多都不是真正的佛门弟子 叫父佛外道 为什么 这不是老师说的 这在《涅槃经》佛陀亲自讲的 到我们末法时期 学诗说法如横河沙中 就是像横河里的沙子那么多 横河很长 老长的去了 里面的沙子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们看 无论是在家的局势 或者是出家的 很多师父 说法都不如意 因为佛法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经 一个是法 所以我们叫讲经说法 经是什么东西 经就是经书 法就是技术方法 那么比方说我们去跟一个厨师学炒菜 那这个厨师呢 这个在课堂上给你讲 讲这个怎么炒菜 那这是讲经部分 说这个我们西红柿要怎么炒啊 油要多少度啊 什么时间下什么调料啊 这个讲了半天 讲了半天你会炒菜吗 你不会炒 是怎么样呢 师父带你下厨房 他怎么切菜 他怎么炒 你跟他follow 跟他学 一模一样的学 他怎么做 你怎么学 那很快怎么样 你也就学会了 你也练会了 所以刚学很辛苦 为什么 那也是一样 师父这个油多少温度了下锅了 你也多少温度下锅了 中间先加什么调料 最后怎么翻锅 最后怎么出菜 你跟他做的一模一样 你刚做会不会好吃这道菜 好吃才怪对不对 其他怪呢 师父也是这么做 我也是这么做 为什么我做的就不如师父好吃啊 你这个叫什么 心相续 就是一个厨师 他做了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大厨师了 他在炒西红柿的时候 他连思考都不思考 切菜的时候无心 因为没有想 我怎么切啊 没有 然后下锅的时候 也没想先下什么 这个下多了 会不会怎么样啊 所以他的心相续是空性的 因为在他来讲 熟能生巧 完全都不用思考 咔咔咔咔咔 一会儿一道菜出来了 所以他心相续在空性中 在空性中 然后执一 就是我专心一面 在炒这道菜 那么一个徒弟 他是什么问题呢 他的是心不相续 就是他在炒这道西红柿的时候 这个一切 哎哟怕师父骂 炒错 这个切坏了怎么办 心乱了 乱心了 乱心带着一个乱心的波 进去菜里面了 然后这个看着油 到底热了还是不热了 这油行还是不行啊 在那怀疑 这疑心又入了菜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下锅早了 这个怕不好吃 这个下碗了又怕油糊了 这个翻炒的时候 到底这熟了没有啊 他还是在问 还是疑心 他整个过程都是疑心做出来的菜 那同样一道菜你们知道 有的厨师炒得特别好吃 有的厨师他就炒得特别难吃 我都想不出来 那个菜为什么会做到那么难吃 怎么做出来的都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经常去一个餐馆吃饭 因为我以前是开餐馆的 我有这个经验 同一个厨师 他今天高兴 他做的菜准好吃 他今天跟老婆吵架了 臭着个脸来到厨房了 他炒的菜今天可难吃了 所以你们才知道 所有的东西原来有人的心意下功夫 所以你做徒弟的 为什么要老老实实的去 不要张狂 为什么 你才炒了几年西红柿啊 你一个止观法练了多少年啊 师父练了三十年 你练了还不到三个月 你就想超过师父了 你练了三年 你就想超过师父了 人家这老厨师炒了三十五年西红柿 你这炒三天 你就想比师父还牛了 我会炒了 我的西红柿比师父还好吃 你要知道 要在空性 就是我完全不在乎怎么炒了 炒出来肯定是好吃的 空性无我 自然而然 那个西红柿是什么味道 它就是什么味道 你怨恨 你怀疑 你心不相续 心断续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炒出的菜 那就肯定乱七八糟 谁吃了谁都想发脾气 因为你发着脾气在炒的菜 对不对 这个叫心波不对了 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刚才老师讲 一个是经 经谁都会念 我告诉你 西红柿怎么炒 两分钟的时候要做什么 三分钟做什么 四分钟做什么 五分钟要出锅 怎么怎么样的 这谁都会啊 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很多都是讲经诗 讲经诗是什么 拿着书念啊 念一句 我再跟你说半天 这个谁都会说啊 你让他下厨房 他就惨了 对不对 那一个年轻人 他那记忆力比师父好 他念的书比你还快 他下厨房一炒就完蛋了 所以会讲经的 未必会炒菜 会讲经的 未必会修法 这个大家要重视 所以讲经说法是佛法 那么佛在涅槃经中 特别强调什么东西呢 就是依法不以什么 人 这是最后 这个佛要涅槃了 这个大家赶紧叫 那你去问佛 说你在的时候 我们要依止佛陀而修炼 我们听你的 看你怎么做 我们跟着你做 那你老人家 涅槃了 涅槃了以后 我们跟谁学啊 所以是佛陀首席说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 那我问说 你在的时候 我们依止于你 你不在了 我们依止于谁啊 所以是佛陀 这个时候说了四一 四个依靠 你要依靠这四个东西 在末法时期 你要依靠这四个东西 去修炼 其中一个是什么 依法不以人 法是什么 法就不是经 记住这句话 刚才老师已经 把它很形象地讲出来了 法就是操作的技术方法 整个佛法都是技术方法 经只是为了记载 技术方法而已 一个厨师把怎么炒菜 写成了一本书 他只是记载怎么去炒菜 他不是为了出书而出书 现在是为了出书乱编书 结果炒出来不好吃 因为他自己也不是这样炒的 他又为了出书 好卖钱 所以颠倒了 那佛法不这样 佛法是讲这个技术方法 讲技术方法的时候 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用这个阿弥陀佛的 这个往生法 怎么去才能往生 所以为什么要做就是理论 怎么去才能往生就是技术方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一本经它就是有一个为什么 就是理论 还有一个怎么做 那现在很多师父们呢 他就是只知道什么 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剁三恶道 在六道轮回 生死轮回 说你不要生死轮回 要去极乐 去极乐就不剁六道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说怎么去极乐世界 他说啊 然后就这样了 然后念佛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 那佛经它是不相违背的 什么叫不相违背 就是这本经跟另外一本经 说的东西都是一致的 对吧 你不能说佛在这个经上这样说 在那个经上又这样说 那么阿弥陀经是念佛 义佛必定往生 这句话是经中记载的 绝对没错 但是你要问一个东西 就是金刚经理怎么讲的 金刚经理又说 你以相求我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若见诸相非相 实见如来 那这两本经不是矛盾了吗 不是矛盾了吗 一个是说要不见相 不是阴生求我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一个又说要念佛 义佛 当下都得往生 十万人念佛 十万人往生 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这两本经的矛盾 为什么是矛盾的 不是矛盾的 是你们理解错了 在哪理解错了呢 在念佛 义佛 这句话上理解错了 念佛的念 是一个今天的经 底下一个心脏的心字 也就是念佛 不是口念 不是你嘴在那念 那妈阿弥陀佛 那妈阿弥陀佛 心里想股票怎么又还在跌 明天什么彩票会中奖 哎呀我那个孩子真不听话呀 这谁来救救他 这佛陀替我治治他 你那个念佛的时候 你那个心相续 都是跟那个炒菜徒弟一样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你那个乱套了你 所以念佛是当下一念 今是今天 是当下 当下一念在哪里 在心 OK 你要记住 念佛是心念 不是口念 不是脑袋念 是心念 好 你念佛是心念 心在哪里 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哎哟 真聪明 谁在这样讲的 心在肚子里 一看就是 这个什么叫 照葫芦花瓢的人 就是跟师父学着 不是真正量的 这个心不在肚子里 也不在肚子外面 心没一个地方 如果心有个地方 就着相了 他说佛陀在 楞严经告诉我们 是不在内什么 不在位 你说在内错了 你说在外又错了 因为内外是一个整体 不分内外就对了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没有二 没有二就是说 没有我 没有阿弥陀佛 所以是 有我在念阿弥陀佛 这就错了 这就错了 是 那么没有我 也没有阿弥陀佛 有个心 在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心 是哪个东西 心在哪里 所以如果 没有个地方 去安置它 那又不行 所以是 那么它既然是 内也是它 外也是它 它有个中心点 所以我们叫中心 中心就是 要找住那个中 要找到那个心的落指处 所以这个时候 佛陀给我们 讲了一个词汇 叫心间 心间 心间就是 它是个空间 间是空间 那它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 安置你的心 这个位置在哪呢 所以佛陀说 肉团心不是 你的肉团心 在胸膏膜上面 有一个莲花形的 一个肉团心 说这个心不是 佛陀当时就否定了 肉团心不是 那就还有一个心 还有一个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找到那个心 这个叫心体 心体就是心的本体 到底 有一个本体 你这个什么是心 对吧 电脑能够做计算机用 但本体是电脑 作用是可以计算 电脑可以做工程师的画图 画图工具 本体是电脑 画图是功能 作用 所以我们人呢 错错在哪 我们人是把心体的作用 当成了心体 电脑能画图 画图当成电脑了 你错不错 你知道你错了 这个大脑能思考 大脑有灵感 有灵性 大脑有惯性 大脑在 我们的这个心体 不是大脑 是心体在大脑能思考 心体在一个空里面 能够有灵觉 心体在我们的意识中 有惯性 心体在我们的眼睛能看 在我们的耳朵能听 所以是在鼻子能嗅味 在嘴能尝味道 所以是眼耳鼻舌身 意 这六十 都是心的作用 不是心本体 然后第七思维意识 不是心的本体 是心的作用 心能思考 现在大脑能思考 那心的本体 那它是一个什么本体呢 所以是心在空里面 它有记忆功能 那么它可以把你过去式的 所有经历的东西都记载 储存在你的意识库中 那这就是第八阿赖耶什的藏识 它有能藏的功能 所藏直藏的功能 所以是那么这个又不是心体 那么心体到底是什么 所以是你要找到那个心 那找到这个心 再来看当下的心 是否 因为博尔不允许 你有张卜生在念佛 所以这就是念佛 所以你连心都找不着 你就在那念佛 使劲人念 还高声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听见我喊你了吗 你还不来救我 你这不是世人行切道吗 一音声求我 这是音声啊 我看到阿弥陀佛放着光来了 这着魔了呀 以相求我世人行切道 所以为什么很多学佛的人最后中毒了 然后走大街上一步一拜 为什么 我看见阿弥陀佛来了 我看见观世音来了 完蛋了 世间生活不能过了 为什么 走一步要一拜 天上都是阿弥陀佛 天上都是观音菩萨 有些人说 这老太太修得好 你不知道她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金刚经说的 金刚经是一个 世金神 在我们的佛法里面 它就检验你修的法是对 还是错的一个金刚钻 它能断 它能够显出来 如果是你跟金刚经相违背的都不是佛法 世人行斜道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求学念佛法门 学这个法门 学什么心灵法门 你要注意 你是否跟金刚经相违背 如果跟金刚经违背 这不是佛法 这是父佛外道 所以是这个要注意 念佛是什么 是当下心记佛 说这个当下心是什么 当下心无形无相 近虚空变法界 无处不适 大近虚空变法界 说太大了不能用 好 小拿入戒子之中而不为小 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戒子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植物里面最小的颗粒 戒子粒 就是戒嘛 你们吃的那个蜡根 戒磨 磨出来的那个戒 戒子 它是一种种子 它很小 很小 那这个戒子很小 所以是 那么这个真心 佛心放在戒子里面 戒子都太大了 意思还不会小 那就是它比戒子还小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有多小 是我们牛身上的蚝毛 不算那个粗毛 是你剥开它那个毛 在皮肤上一层的蚝毛 蚝毛尖的百万分之一 你看它有多小 蚝毛尖已经是很细很细很小的一点了 这个比那个小百万倍 百万分之一嘛 那它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终于感恩科学家 给我们做出了证明 它叫量子 量子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光子 为什么我们最后要修到无量光 因为你只有无量光 你就真的成佛了 所以那么你没有无量光 你身上很多黑子 不是光子 那你就需要把黑子的外壳的这层皮 把它给去掉 因为这个光子 它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它不会被污染 就像太阳 中午十二点 它一定在我们头顶 但没有来的时候 不是太阳没有来 太阳今天拿衣服 请假了 没有上班 所以今天天音 那这个样子地球就爆炸了 引力出了问题了 所以是太阳不拿力 那诸佛菩萨也不休假 他们像太阳一样 很手心的 每天定时的在你的头顶上 那今天为什么看不到 被乌云遮蔽了 这就是佛经启示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光子 是不是丢失了 没有丢失 光子在心里面 外层锅着一层黑的东西 这黑的东西是什么 业力 是人家对我们的一种怨恨的气 叫恨难平 业障业力 包裹了自己的灵明决性 包裹了自己的 那个戒子之光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包在外面的这层业力 怨气释放掉 那你怎么能释放掉 你要盗窃 你要忏悔 要忏悔业障 普遷十大愿望中的忏悔业障 所以我们只有真心忏悔 这些冤情债主原来恨我们 现在他不恨了 哎呀 饶了你吧 看你这么虔诚 你送我走吧 你再念阿弥陀佛 走了 超度走了 这一超度走了 你的黑子 外层的乌云 这个业力没有了 光子 本字光子 不增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它不会被污染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 这一点光子 就是你的真心 我们的近虚空变法界 是光子海 什么意思 就是大海里面 你能不能把海水分出一笔一笔的 分不出来 你看到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但是你如果是用科学家 科学的眼光去看 分子 水分子 所有的海水都是什么 一个水分子 一个水分子 联合在一块 连成的汪洋大海 那么我们的法界 近虚空变法界的光子海 也跟大海一样 一个光子 一个光子 这个连接起来的 就是光的海洋 这就是法界 法界无量光 无量灵 叫长济光土 叫无量光土 无量佛刹 那这个就是它 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它有三个特性 第一 它是空的 就像大家看我在虚空中 能看到老师 看不到虚空 为什么 因为它是空的 你拿手拨了拨了 它不在 你拿手抬一抬 它又不在 所以它是空的 第二呢 它是明的 我们今天 如果中间弄个东西一搁 这就不空了 不空了 你看不到老师了 如果是把灯灭了 暗了 暗了你也看不到老师了 所以你知道光子 它有空性 有明性 还有一种特性呢 它有灵觉之性 它会思考 今天是科学家证明了 量子有意识 不是张老师在这说的 所以它有觉性 它有灵性 它会思考 这就证明了 原来光子 我们之间彼此 能够看见 是光子海的作用 这个光子海 像水晶一样的透明 所以你能看到我 我也能看到你 你走过来也不撞它 因为它是空的 它有空的特性 你骂它 它也不生气 为什么 它有个觉性 它就是想让你透着 心里透着亮 透着明白 不跟你计较 你骂它了 你还是赞美它 它有一种灵明觉性 如如不动 金刚不坏 这就是我们的心 这就是真心 说一点真心落凡尘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真正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这么一个小光子 叫一点真心落凡尘 是一点 点到什么程度 是这个牛毫毛的百万分之一这么小 你就是这么个小东西 这叫一点灵光 一点灵光 我们原本就是这么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这一点灵光 我们怎么就变成人了 那个一点灵光 怎么就变成牛了 那个一点灵光就怎么变成小鸡仔了 经过圣者的观察 原来有一种规律叫道 什么叫道 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 为什么叫无上佛道 是变成 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道是什么 你要找道场 刚才这位同修问了道场 所以我一直在讲引导 你们怎么找道场 所以这个一阴一阳为之道 什么意思 一个阳电子 一个阴电子 砰一砰 电火花生成了 放出一弹光 阴这个电子 阳电子都没有了 都消失了 一个正物质粒子 一个反物质粒子 砰一碰撞 放成光 这个物质也不存在了 反物质也不存在了 这就是天地的道的法则 就是万物 都是这么生的 连你手中开的汽车 用的手机 都是这么有生命的 汽车如果是 打火的那个系统 没电 你是一辆刚买的宝马 或者是马赛地 油箱的也加满了油 但是这辆车是死的 为什么 没电 你打火的时候 为什么车火了呢 你一打火的时候 阴电子跟阳电子 通过你这个打火开关 哒哒哒哒哒 然后阴阳什么 砰砰砰砰砰砰 放电 放电出来电火花 砰 油喷出来了 见到电火花 呼 着了 着了才在里面 怎么样 气缸里面推动 产生了推动力 车开始走了 连一个手机也是这样 手机没电 你能用来做什么 死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什么是道 道不可虚一离 可离非道也 如果你离开道 你是死的 它没有电了你 人 汽车没电是死的 人没电了也是死的 你为什么没电了 你不来电了 你活着的时候 你可以来电 你死的时候 不来电了 不来电了 你不就死了 如果你能来电 你就还活着 就这么 很简单 所以这个叫什么 道场 道场首先是在你的身中 你身中如果没有道场 你是个死人 所以你身中还有道场 那你就活着 那么古人进一步研究 发现 那你这个道怎么来的呢 哦 原来父母生我们的时候 他们两个相爱 这一相爱的时候 父亲是羊 母亲是阴 一个阴殿 一个阳殿 砰 在母亲的子宫里 放了一点光 对不对 阴殿阳殿 砰 一阴一阳为之道 砰 放了一点光 这是有了这一点光以后 亮了 母亲的子宫亮了 正因为亮了 所以蓝子跟金子结合了 成了一个细胞 叫受精蓝 就是一个细胞 所以你看老师这么肥 这么大 实际上老师很小 他就是一个细胞变的 一个大象也是个细胞变的 你不要笑 你跟我一样啊 你笑着 我们都是那么小 所以你不是很大 你是很小 很小长这么大 一个大象也是这么变来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是一点灵光 所以这是生命的实相 释迦牟尼一辈子 就说了个生命实相 还有个宇宙实相 宇宙能够永恒 能够存在 就是因为有道 如果宇宙没有光 他也死了 就变成黑洞了嘛 所以大家要知道 没什么了不起的 原来我们努力的一切 我们就是要寻找 怎么使自己的生命 永恒的来电 永恒的放光 这个电永远的保持着 不会断掉 那你就永生了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得这个东西呢 我们首先找到它 是因为我的身体需要这样一个充电宝 我身体里面的电不够 每天消耗的 所以你们手机会随身带一个充电宝 没电了赶紧什么 接上充电宝了 那你的身体 每天的眼耳鼻石 身意 这六根都在薅你的电 眼睛放光了 耳朵 八百里地 人家骂你一句话 也被你听到了 那个驴耳朵 比驴耳朵还长 对吧 眼睛这看到美的东西 就拼命地放光 这个女孩子看到这个好衣服 看到金首饰 看到这个elev包 就放电 放电又不买 还可以逛一整天 你说累不累 那不累才怪了 你这老拿眼放电干什么 你就不买就算了 就不要去浪费电 有钱了就去买一个嘛 对不对 我们人生要靓丽 十朵鲜花 你就应该美丽 就应该盛开 你就应该有一个好的包包配你 这个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你首先 你要有充足的店 去创造财富 为这个公司创造财富 为社会创造财富 那你创造了财富 公司会奖你奖金 会给你高的薪水 那你就可以有 更靓丽的东西来 陪伴你 来衬托你 这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这是佛教徒 要追求圆满人生的结果 没有让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 鞋而破貌而破 对不对 身上的袈裟也破 那是吉佛时代 对不对 你是不是出家人 他是四大皆空的出家 你是在家中 你有父母 有儿女 有整个家庭的消费 所以你一定要什么都光彩 那这个才叫圆满人生吗 人家是释迦牟尼修佛 人家是太子 人家都有整个国家的 对不对 人家不是没有 是有 他不要了 你有LV不要了 就送给我嘛 我要 我还有老婆呢 对吧 我还有那么多女学生 女弟子 我送给他们 但是你不能 好 真贪的 你倒是给老师买一个 你这先生老师送给他 他说好 我要 没出息 这个自己要创造 要实现社会价值 然后自己想买啥 还就买啥 这个老师说的重点在这 不是从老师这讨个LV包 你跟老师这要拼命讨法 讨怎么放电的法 对吧 那你自己就光鲜了 所以是 大家要记住 我们的道场是给大家来充电的 不是来拜你的电的 所以你每当你的身体没电的时候 你就想到了 我要去找充电宝了 所以我们的道场 这个要是一个能够使信众来 沾佛光 通过佛的加持力 菩萨的加持力 上师的加持力 使你自己的体内放了光了 光先就回去了 然后这个像上走了法条的那个电动玩具 满个跑也不累 对吧 那就是找到好道场了 就是正道场了 那你去了那个地方 黑不溜秋的 去了 大家都是愁眉苦脸的 都是邪而破 冒而破的 一个穷道场 那你去干什么 那你去的是放光 你不是去沾光了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佛法为什么叫一正庄严 一正庄严就是那个道场 一定是金碧辉煌的 像我们这金碧辉煌的 那这叫一正庄严 一正庄严 那至少证明这个地方有什么 有光 所以你们来就有的光沾 叫沾光 沾佛光 叫道场光 来充电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道场 除了自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之外 自己在家里 你这个是一个比这个大道场小的小道场 所以是家里也要做成道场 所以我们要调风水 把它做六合结界 六合结界 天跟地放光 左跟右放光 前和后放光 对吧 还有一个游魂跟归魂 就是这个对梗放光 所以是整个的整个屋子里都是光 天地四面八方的光 人的光都充斥在 万物的光都充斥在你的那个家里面 这就是先天风水学 又叫六合结界学 那么在佛法密法里叫结界 结坛城 结道场 所以自己的家里也可以做一个道场 回到家里 家人都在那个地方充电 都在那个地方沾光 所以自己家里也变成道场了 办公室是道场 家是道场 那么自己这个身体也是个道场 那你就不累 你就永远的充满着光明 充满着亮丽 带着一种积极的心态 在打拼 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 为人类的解脱 付出贡献 这是道场的真实的含义 不是说谁那个道场是道场 你不管这个人名气多大 你去了 他只会讲经 不会说法 他就弄不成一个正道场 诸佛菩萨就不来 诸佛菩萨来一定会放光 他来也是要沾光的 六道众生到这都是来沾光的 如果这个地方黑不溜丘 只有阴的灵来 是四乘法界的师父们他不来 因为来了就消耗他的光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什么是正道场 那么今天大家都只讲经不说法 不懂真正道场的实意 所以你乱跑道场 有的时候反倒拜你身上的光 去了很累 去了头疼 浑身不舒服 那这不是真正的道场 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身体的感应 心灵的感应 你可以确定一个道场 是否是道场 他不是说佛像挂着 然后那个什么 建的金碧辉煌的就是道场 一定要充满着光 你来了 有一种光亮的感觉 说我在给人家里做六合姐姐 调先天风水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感觉 哎呦我家里怎么亮了 有个人这个父母 这个母亲家里 这个拜神拜了几十年 结果他的佛像又没开光啊 结果拜的阴灵家里黑乎乎的 老太太每天身上疼 不是这疼就是那疼 有位同修今天跟我说 他怎么到七月怎么那么倒霉 平常时间挺好 一到七月不是这疼就是那疼 为什么 这个是讨债的都来了 阴灵来了 到七月天地鬼门开 然后这都找你来讨东西来了 那你在家里这儿不舒服 那儿不舒服 坐立不安 身上疼 那就是讨债的东西在你家里 阴灵在你家里 它像刺了胃一样的 刺得你身上难受 是不是 那么我去了以后 把他家里的阴的东西都清走了 把他观音开光了 解了戒了 这个女儿是在银行上班的 就回来一看问他妈 妈呀你换了电灯泡了 他妈说没有啊 他说不对啊 我们家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亮了 他说张大仙来了 张师傅来了 张师傅来了 这个帮着调了风水了 那女儿信了 之前不太信我们的东西 那大家知道这就是你能让自己的家放光吗 你能让你所在的地方放光吗 你能让你在那个办公的地方放光吗 那你就是了不得的人 你就掌握了先天大道 你掌握了真道 因为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道场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带着一个道场 那这就好像你随身坐火车 带着一个磁铁 带着一个磁铁 你走到哪里 那个磁铁会掉吗 磁场会掉吗 火车跑了 然后你从吉隆坡到新加坡 这一路的磁场都掉了 没有啊 磁场它是紧密地围绕着那块磁铁的 火车在跑的时候 磁场一直围着磁铁在形成场 而不是因为火车的移动会丢失磁场 所以当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我们修佛的人 要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心间修出光来 那就像一个磁铁一样 你有了它以后 你走到哪里 你身周围头光是亮的 心光是亮的 深光是亮的 那就好像有一个生命磁场 在以你的心为中心在释放 所以你驾车走到哪里 那个磁场是跟着你的 生命磁场是跟你 道场是跟着你的 你去办公室 道场到了办公室 你回到家 道场到了家 你到这来 把道场倒到这来的 你因为你那个心中有一块 六合解界的光场 它就像磁铁一样 它走到哪 磁铁就跟着 磁场就跟到哪 这是道场 所以说我们这个道场 外面也是 内部也是 你先要明白心在哪 所以说我们把心安置在自己身体的正中央 那这就是我们的心间的位置 又叫中心的位置 那么在我们传统叫黄中 因为它里面是金黄色的 因为有土 才能够把金木水火聚在土上面 我们这个地球是因为有土 所以有树木有水 有火 有山 如果是没有这个土 什么都不能够承载 所以说我们的黄中之地 是我们承载自己的殿堂 我们的佛心殿的地方 我们的心殿就在自己的黄中 在我们的脊椎骨前面的三指的位置 离我们的胸前面大概是七指的位置 就是十个指头 横着十个指头 那个地方叫黄中 又叫黄亭 又叫心间 所以那个地方呢 所以说为什么古人 他用一个金刚灵来表示 用一个金刚灵来表示 那这个金刚灵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密的一个法译 那它是我们这个报神佛 报神佛这个叫金刚撒脱的法器 那么这个法器呢 它这个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穷龙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你的胸隔膜 这个地方你穷龙啊 穷龙不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胸腔和腹腔中间 有个胸隔膜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表示这个 那胸隔膜里面的 紧挨着胸隔膜的部分 叫降宫 降宫是我们的阳 单元心神待的地方 那么在降宫下面 有一点黄针之地 就是这个丢当唇 是黄色的像一滴眼泪 那实际这个地方就是黄庭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真正得到正传的人 摇铃的时候 无论左手摇右手摇都可以 你是两个耳朵听向胸膜下面的黄庭 在胃的后面 脊椎骨的前面 你们现在闭着眼睛 叫听之以心 看之以心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 你们练过止观法的 眼睛 左眼一下光 右眼一下光 天目一下光 交叉成一个光点 从身体正中央刷 也穿过胸膜 到黄庭 到这个点 耳朵两个光线 耳朵里面两个光线 刷连到中脉 也顺着到了黄庭 这个时候听之以心 观之以心 你体验一下是什么感觉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静下来了 有的人很浮躁 然后不能集中精神 你要聚精会神在这个点上 你的精神就安下来了 这个叫安心 所以我们为什么心不安 是因为你没找到心的位置 古人有句话叫 把心放在肚子里 肚子就是大家知道猪肚子 猪肚子就是指的猪位 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窍诀 为什么让大家来上课 就是你很多窍诀 你如果学不到这些窍诀 你做的不如法 你不能达到那个效果 比方说 那么在窍诀上 怎么能够真心到位 很容易到位 那你要搅动舌头 搅动舌头 舌头属火 那搅动舌头的时候 口腔会由水生成 那火在下面 水在上面 这个叫水火济济 就是天地相合 与一干落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种清凉的 甘甜的 很美的液体 在你的舌头中央 你弹弹弹 它像一个鸟蛋一样 它可以成为一团东西 所以是要把这一团东西 吞咽 顺着石道馆 你吞东西喝水 它是不是进石道馆了 进石道馆再往下吞 到哪去了 到位里面去了 这一到位里去的是什么 是水跟火 因为舌头是火 口中降的干露是水 这个叫天河水 也叫水中真火 火中真夜 所以是这个东西 到了你胃以后 为什么我们修行人 要吃三分饱 七分饱 不要吃的这个胃脏的 没空间 留着那个空间干什么 吞唾液 我就告诉你们 这一吞唾液 这一口又有水又有火的 干露水抵到你的胃的中央的时候 它有一股能量 吓 立体的炸开 这一炸开以后 后面的黄亭 刚好是你的 这个真心也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精气神都安置在那 这一口水火积极的能量 吓 被它一吸收 这个滋味就是叫大乐 你自己的内处妙乐的大乐 哎呀 瞬间 还麻酥酥的 那个养生好翘 哎呀 那个舒服 那个感觉很舒服 然后一切烦恼没有 一切紧张没有了 一切疲劳都没了 那个感觉 这个就是密窍 窍觉 就是一口甘露到 你的胃中央 然后它会传导到黄亭 这个在风水学上是什么概念呢 就明堂前面要有一个池塘 大户人家以前在外明堂 院子外面有一个广场 广场在外面有一个池塘 有个池塘干什么 这个叫明堂前面有池塘 有水则什么聚气 气升腾上来 到了家里 望人望宅 望丁望财 这就是古代的风水歌 所以你刚好一抵甘露 抵到黄亭 抵到胃 胃就像一个大海一样 里面是液体 所以你这个就好像水一样 这个水里面又有火 又有气 形成的真气 往后一走到黄亭 你的五脏六腑都忘了 因为黄亭中间一点 是五脏能量源头 黄亭中间一点 是你的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是你的手 是你的脚 有力的源头 所以这叫窍诀 窍诀 你们不跟师父学 哪里会懂这些窍诀 你们渴的时候 不是像老师这样 搅动舌头 吞一口甘露 你们是干嘛 你们叫牛饮 懂不懂牛饮是什么 一瓶矿产水一打开 嘎嘎嘎嘎 没了 这可好 胃里刚刚温温暖暖的 被你这倾盆大鱼怎么样 焦得一点火都没了 结果胃寒胃胀 然后没胃口 生病了 谁让你这么喝水了 古人人家就叫品茶 有没有 一个茶还不允许你 喝一口拿过来 你们试试 跟老师品品茶 试试啊 来 嘴里甜不甜 有没有口水 没有口水 赶紧看郭医师 你这是大病的不轻啊 我口中已经没有水了 干呗了 干了就枯了 枯了就没命了 这个口中的干乐不能没有 人家叫什么 品茶 水烧的 茶热热的 烫 你不能喝 只是进去一小口 还要怎么样 赶紧用舌头 因为它烫啊 所以你舌头 在里面弹了好几下 这下那一点茶 为什么那么好喝啊 它根本就不是茶好喝 是你的口水好喝 有些人说 韩老师好恶心 那吃口水 你就是吃口水长大的 我告诉你 你看那个小孩子 那个哈喇子有没有 没有口水 他哪能长大 睡着觉 那个小孩子 那个亮亮的 那个哈喇子都就出来了 说老师 我现在也有哈喇子 你赶紧看医生 你那这都是臭的 为什么老了 老了这个收不住筋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有哈喇子 老人的哈喇子是臭的 你不信去试一下 弄一底尝尝 肯定臭的 老人的哈喇子是臭的 你再看那个 baby的哈喇子 亮晶晶的 弄一底 到嘴里特别甜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些是科学生命实现 你开什么玩笑 所以是 那么不能这样喝水 喝水 喝一点 嘴里打圈去 矿泉水也这样 喝一小口 下去 下去这个时候 因为经过你舌头 一加工以后 带着什么 水中真火下去了 这个未熟土 火生土 所以这一点真液 推下去 哇 那么胃暖暖的 舒服得很 然后同时把胃里的这个水气 又一蒸 蒸气生成了 蒸气生成了 后面是黄亭 是你的亭院 花 气拿入亭院之中 旺宅 旺丁 旺财 所以你先要把自身风水搞好了 你家宅风水才能好 因为你是一家之主 你的风水都不咋地 家里再是好风水 回去都被你带臭了 因为你浑身带着不好的东西 回去了 那不染污吗 净土 有了你都被染污了 所以你先把自身风水调好 大家要重视中医的理疗 药疗 针灸 针刺 哀灸 那么我们已经派了几拨人过来了 目的都是帮助大家把身体调好 身体调好了 你身体的道场就好了 你自己就有道场了 那就把自己家里的道场也就弄好了 然后你并且你就可以去体验 哪个道场是真的了 你有些去一些地方 又不舒服赶紧跑 真是聪明人 不要是有的人说 老师我不好意思 那不好意思你就倒点没吧 就是你身上的光就被别人拿走了 对不对 你遇上盗贼了 你肯定是跑啊 对不对 那还被人抢啊 人家拿着刀子说把包给我 把钱包给我 你说 哎呦能不能不抢我啊 还在商量着 那么撒腿就跑啊 赶紧喊救命啊 你不跑那不就被人家整了 那你去了一个不好的道场 你感觉着浑身不舒服 然后坐在那难受 哎呦不好意思 哎呦这谁带我来的这个面子 然后不要走 那你就不好意思 是好意思的是生病 对吧 好意思的是接下去倒霉 浑身被那些恶鬼恶魔缠的浑身黑气 回头你不就倒霉了吧 所以说大家知道 这个道场 你不用害怕 你自己身上要有道场了 你就去感应别人的道场 咱们在自己的体力建道场 这个要跟老师学 这是功夫 你有功夫 你的道场立不起来 你就老被人欺负 至于我们人可尊贵了 在六道中 人是最尊贵的 是佛头才说人身难得 你们动不动就怕鬼呀 怕什么那个地狱众生 怕什么鬼道众生 你们真没出息 太窝囊了 老师是从来不怕 老师走哪是他们怕我 连我的员工都怕我 你看那威风拔面的 对不对 你们见了鬼 还你怕鬼 你是人你还怕鬼 为什么你没倒气 你浑身一骨子倒气 那斜的他看了你 他就待不住 他就跑了 对吧 你要像个人一样子 人是最尊贵的 好不好 尊贵一下自己一个掌声 这个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有精神问题 看医生也没用 应该如何是好 这个不应该是你家人和朋友都有精神问题 这个我们朋友变天下 天下人都有精神问题 这个问题有点古怪 但是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 这个现在人是有点精神问题 都不太正常了 我们这个明白人 我们这些醒着的人 你们是睡着的人 看你们都是睡着的 就是在做梦嘛 做梦这个挣了五百万 第二天早上去领彩票 这就是糊涂人 对吧 但是你们实际上都在做这种事 你这一辈子 你实际上拼拼拼拼 赚了一千万 赚了几百万 赚了几个亿 等死的时候 最后都没了 你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啊 说是你还觉得你自己 什么人生有目标 有奋斗 有志向 实际上你没有智慧 你在做梦 一场大梦 死十方醒 醒的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要做觉者 觉者是佛 所以我们天天要觉 每天要醒过来一次 是真醒 是心灵的醒悟 不是这个 说是我这个眼睛睡醒了 心没睡醒 说你连心都不知道在哪 你怎么醒 所以是这个古代师父 为什么发明了这个金刚灵 金刚灵就是惊醒你自己 你不醒不醒饶灵 110这个往来一听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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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那个我就 哎哟 醒了 他一醒了 他用你的眼睛看 用你的耳朵一听 哎哟 这事都明白了 为什么 他是佛啊 寄心是佛 讲的是这个 你们是寄心是佛 是讲的自己的念头 念头是心的作用 我想我是佛 这是第七意识 我觉得我是佛 第八意识 我天天念佛 我是佛 这是第六意识 惯性成佛了 这是第六意识 所以是我看见佛 我就是佛 这是眼识 我听到佛后了 我就是佛 这是耳识 这都是错的 这些都是心的作用 你没找到心 你要觉醒自己的心 这是天天邀灵 你们如果是有高血压 有心脏病 有精神恍惚症 觉得自己没精神 这属金 这是金做的 金属嘛 真正的黄铜 这是尼泡尔来的 很贵的 所以是 那么完了以后 你这个镇金 金生一起 然后 他这个 这个金能生水 这个智慧就开了 然后心就醒了 所以你们不要 每天只是睡自己的眼 所以说 为什么会失眠 我们佛法有个致失眠的方法很好 你们回去试一下 就是这个诀叫什么 睡觉的时候 先不睡眼 先睡心 明白了没有 就是为什么你会失眠 因为你是把眼睛闭上了 你的心还没有睡 那么老师我怎么会睡心 今天老师看你们都 这么吹捧老师 老师就教你口诀 好不好 掌声得给点 掌声得给点 你不给掌声 不告诉你方法 这个致心的方法 睡心的方法 睡心 调呼吸 就是你先睡觉前 你不要去闭眼睛 你闭眼睛 你这个就昏沉了 昏沉了你的心 是迷灯的 没睡 所以心怎么睡 叫先天气 后天气 得知者 魂如醉 这是用鼻子挑呼吸 挑什么呼吸 眼睛看着鼻尖 天目这一点光 也来看鼻尖 这三个线 眼睛两条线 这个天目一条线 三个线跟鼻尖 三个线连在一块 这个针尖大小了 就在鼻尖点上一个点 这个鼻尖 眼尖 心尖 合在这个鼻尖上面 合在这个鼻尖上面 就是看什么 就是开始调呼吸 调什么呼吸呢 就是你记住 你睡得最香的时候 呼吸是怎么呼吸的 都是这样 听不见风声 就是没有这个 喘的这种声音 没有喘 没有风 这是风 这是喘 你喘也不对 你风也不对 喘风都没有 就是绵绵若存 什么意思 就是有又没有 这个叫吸 吸是自心 休息的喜不是自心吗 就是这个时候 你的自心就在鼻子尖上 那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鼻子尖 这一点光 通过天幕收 从那进去 进去走大脑 从大脑这一个尖 回到自己的心间 回到金尖 回到金尖 这个时候 不要听之以心 不要呼之以心 不要看之以心 要听之以气 看之以气 呼之以气 什么意思 就是你调呼吸 来跟我闭着眼睛 来试一下 先睁着眼睛吧 你们练一下 今天这等于是个传法 两个眼睛 左眼看鼻尖 右眼看鼻尖 天幕这一个尖 睁着眼睛看 天幕这一个点 下来一个尖 三尖 鼻尖 眼尖 心尖 合在鼻尖上 关鼻尖 调呼吸 调到什么程度呢 慢 云 细 长 似 有 似 无 呼吸越来越慢 越来越均 然后这个时候呢 眼睛想闭的时候 把它闭上 这个时候一点光 收 进去大脑正中了 但进去大脑正中是个点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百慧打开 这一个点收 从百慧到宇宙天心 很高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到了三尺就是天了 到了天心 从天心刷一道光下来 穿通你整个中央的轮脉 刷到地心 到地心 一道地心 地心的光 地球的核心啊 地球的光 一个光丝 就像一个蜘蛛土丝一样的 亮亮的丝 这个穿透了你的中央 身体正中间 跟头顶三尺三的地方 下面是到三尺三的地下 就地心天心 接起来了 这个丝就像植柱丝一样 亮晶晶的 我要这个亮晶晶的 有这个双螺旋的两条龙 一个向上飞 一个向下飞 这就是一个地气上来了 一个天气下来了 扰缠在你的这个亮晶晶的 这个光脉线上 再一看又来一对龙 再一看又来一对 再来一看 这个总共是四对龙 都围着这个中央的这个脉线在晃 晃到最后 这个天龙往下走 地龙往上走 最后这八个龙 最后都回到你的心间 就刚才说 黄庭位后面 脊椎前面的那个点 八条龙叫九龙捧胜 因为中央还有一条龙啊 九龙捧胜 还大单 那把这个一粒单光 一粒一个点 像戒子那么小 或者老师说 是一个光子点 那么一个东西 就安置在这个位置上了 安置这个位置上以后 耳朵听这个点 眼睛闭着往里看这个点 然后这个时候挑呼吸 挑呼吸是什么 这个点再吸气 洗满了以后闭一下 闭的时候这个点 一股能量 往你的身体四面八方 包括手指脚指 五脏六腑 皮肤 毛孔 你一闭气 它都充满了全身 一呼气 外气 顺着毛孔 压入这个心点 一吸气 完了 这个心点 从毛孔出气 吸气 出气 然后闭气 充满全身 呼气 坍塌 往点里聚 全部毛孔 张开 四面八方的能量 都往这个点里面聚 这个叫听之以气 呼之以气 观之以气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点了 只有一团气 在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你就 恍恍惚惚就想睡觉了 那么这个时候是心 入了空 入了气 入了 得了气了 叫先天气 后天气 得知者 魂如罪 这个是入定的 最高的窍诀 那么就是 你盯不下心来 你只要呼着一气 听着一气 观着一气 那在这 瞬间 自己大脑刷 高血压没了 这个心脏病没了 你的脑的压 整个都降下来了 人瞬间就清醒 清凉 清净 人一常清净 天地席皆归 宇宙万物的能量 在你呼气的时候 自然的通过你毛孔 往里压 压到你中央一点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 你就开始叫 心 开始醉了 醉了 他就要睡了 那他一睡 你整个人 一觉睡到大天亮 所以这个就是 先睡之以心 醒的时候呢 醒的时候要 醒之以心 再醒之以眼 那么你如果 心没醒过来 所以你醒的时候 不要挤着睁眼 不要挤着起床 你要心 醒 心醒是怎么醒的 就是当 感觉着自己醒了 这个时候不睁眼 是观 呼 吸 听 都在心 这个地方 然后显着这个 吸的时候 闭的时候 放光 然后呼的时候 一样往里聚 聚的时候 同时放光 然后这个时候 眼睛 被撑开了 你就瞬间 有一种如云蓝天的感觉 瞬间就醒过来了 这一醒 你不会昏沉了 这一醒来 你绝对是清清醒醒 明明白白的 因为醒之以心了 醒之以心了 这心醒了 心醒了 你这一天精神百倍 不是眼睛醒了 心还在那昏沉着 所以起来昏昏沉沉 脑袋昏昏沉沉 那是心没醒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朋友提到的 有精神问题 那这个我告诉你 全人类都有精神问题了 得了一种病叫 失心疯 你们听说过失心疯吗 失是失去的失 失败的失 心是真心的心 疯人愿的疯 整个人类都得了失心疯 因为你把自己的念头 自己的意识 当成了自己的心 你丢失了自己的真心 所以这种失心疯 失心疯的病人 张狂的不得了 一辈子没干一件正事 因为你丢失了自己的真心 你只是用了自己的妄想 执着自己的妄想 结果到死的时候发现一场空 是不是失心疯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 要反思自己 你们是疯子还是真人 真人是真正的人 真正的人是来到人世间 要出六道不再做人的人 获得永生的人 永远不再丢失自己心的人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 既心是佛 既佛是心的 不是你的念头是佛 不是你的念头是心 你的问题提得很好 我们人类是要制止这个精神病了 制止这个失心疯了 这是广义上的来讲 那么你刚才讲的你的朋友也有精神问题 家人也有精神问题 这个要做两种区别对待 精神问题有一种是叫丢魂蜡破症 那么这种丢魂蜡破症的多种原因 比方说小孩子 我们这个以前叫做月子 做月子的话就是一个月之内 孕妇和这个孩子都不可以离开家门 为什么我们家里姐姐了 家里正宅了 家里是安全的 那你离开外面 特别晚上 大家喜欢抱着孩子出去吃东西 孕妇也不遵守做月子的规定 不到一个月就跑出去吃东西了 这个时候好吧 你孕妇的身场都是开的 不是金刚弹成了 是到处漏缝了 孩子呢 灵魂不稳定 一个月灵魂还不稳定 你带着他出去 那些鬼啊 那些恶的东西啊 他就要把孩子的灵 他弱小 给他赶出去 他住在孩子身上 那不单这个 包括孕妇 到了几个月 都不可以乱去一些庙拜 乱去夜市走动 那么你们基隆坡 我就遇到一位妈妈 她的孩子就是 这个当时怀了双胞胎 结果呢 这个一个被那个家伙给整死了 一个就把他的那个 这个灵给换掉了 然后他就夺胎 是一个邪灵夺胎 那么这个孩子生出来 就是不如意就痴呆了 所以明明是双胞胎 剁了一个 因为他这个很毒 他是邪灵 他不让你再出来一个 他霸占了这个子宫的这个胎儿 弄死一个 然后他也把另外一个弄死了 然后他的灵入胎了 这就叫夺胎夺蛇 你要知道孩子是有灵魂跟肉体的 所以大家呢 这种叫丢魂腊破症 那么这是很严重的叫夺胎夺死症 生出来的孩子不是你的原来的孩子了 是被邪灵用了孩子的肉体诞生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就是丢魂腊破 就是他没本事弄占你孩子的这个 因为你们家里祖宗有德 极乐福德 有护法 有家神跟着 有家土地跟着 有护法 力量大 所以那个东西想去夺胎 没夺到 但是把孩子吓着了 这孩子一下子 就是魂魄跑出来了 魂魄跑出来 三魂七魄 特别七魄 他属阴 他很不愿意归体 他就愿意在晚上到处去逛的 结果你离开了当事现场 开车走了 这个破回来找你又找不着了 孩子的破就丢在现场了 丢在现场了 你孩子是七个破 结果你丢了两个破 或者丢了一个破不在体内 这个孩子的肉体发育不健康 精神方面就出问题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 什么造狂症 抑郁症 都是源自于这个精神问题 源自于这个精神问题 那么这个叫丢魂蜡魄症 丢魂蜡魄症 这是一大类 有的是被人夺胎夺舌了 有的是丢魂蜡魄了 都是属于丢魂蜡魄症 只是严重性不同 第二大类叫情治病 我们有心肝脾肺肾 心肝脾肾肾里面的能量 有阴有阳 当你的这个能量处于阴的状态的时候 那么它表现出来的情绪的极度波动 形成了喜怒哀乐悲恐惊 超越正常人的活动 就是他要么就大笑控制不了 要么就背得不得了 要么就愤怒得不得了 不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我们可以自化 人跟人的区别有两种能力 一种是自制能力 自制能力 我想打人我不打 我控制住自己的 自化能力是 我想打人 我永远不想打人了 自制是我使劲忍着 不要打 我还想打 那自制自化是什么 我想打人 哎呀 我是学佛的 然后一念反光内照 回归自心 你是佛了 你不想打人 化掉了 把打人的那个念头化掉 这叫自化能力 自制能力还不高 自化能力才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学修行 学佛法的人 就要学会自制能力 和自化能力 那么失控的人 还要么打喜 要么就大悲 喜怒哀乐悲恐惊 欺情的 超过正常人的生理意志 这不是精神病 大家要注意 现在都把它归为精神病了 都送去精神科医院了 这是害人 这个在我们中医 叫情治病 情是感情的情 治是志向的治 叫情治病 那这个用几副中药 或者找老师内功义调理 或者你们自己要学会的 六字弃绝 五脏升光法 那么太极修身法 这些方法 一吹一呼一吸 一放光 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气 释放掉了 你瞬间你的情治 就不再造狂了 你的这个喜怒哀乐悲恐惊 就自己化掉了 就有自化力了 就不用忍着 我想发皮 我想打人 我忍着 实在忍不住 光一拳上去了 警察来了 对不对 那你忍不住 因为你的肝里都是炸药包 人家点了一点火 扔进去了 你肯定要爆炸的嘛 你不爆炸你难受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虚字 虚字诀 虚虚虚虚虚 然后六次虚 再不行 三十六次虚 那股炸药包 那股子火药气 没了 没了你再扔火 你都不会爆炸 它再这么惹你 你都不会爆炸 这叫自化力 自化力 所以这个是情治病 我想你是说你周围的朋友 都有精神问题 家人应该是属于情治病的偏多 这个很好治 你们好好学六字七诀 好好学五脏相生法 那么还有很多的后面的方法 那么这个三个丹田放光的 三田放光法等等的 那么关键是把冤亲债主 要好好的超度的超度法 那这些冤亲债主 才是罪亏祸首 弄得你发脾气 想打人 想骂人 想干坏事 这都是冤亲债主 让你倒霉呀 因为他不愿意让你看着好日子过 他要看你倒霉 他就高兴 他要不就冤亲债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超度 忏悔 这些方法都要学 那所以是为什么要系统修学 就是在这个道理 你是光学一样还不行 还有一种 很独特的遗传精神病 遗传精神病 这个不难治 要找到根源 遗传精神病 大部分来自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的祖先 可能元祖 这个供养过家仙 家仙有多种家仙 有的是狐狸精 有的是蛇精 有的是黄鼠狼精 狐黄蛇鬼 都可能是保家仙 保家仙是什么 就是你的祖先为了发财 请了个老鼠精回家 你的祖先为了什么样子 请了个黄鼻子 黄鼠狼精回家 那这个 他这个 一旦你家庭供养了以后 他跟着子孙后代 世事跟着你 世事跟着你 而这种呢 他就是 他的力量很大 他有的修行三千年 五千年 上万年 他的那个意志力很强 他可以作用你的大脑 但是他在作用人的大脑的时候 人的大脑 这个 有一种抗拒 就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是佛 我们的灵性抗拒 不让他控制 这个时候你表现成造狂 他要来控制的时候 大喊 大叫 造狂 这种是家族式精神病的干预案 也要找老师来把这个东西请走 请走了 他就不能够再作用你了 我在台湾专门处理的这一例子 他们是修一种宗教 是附体的 附体的话 这个 他爷爷是甘愿给人做这个 他叫这个 叫 叫马童啊 马仔叫马童 甘愿给人做 所以这个爷爷死了以后呢 这个 他的那个老板就身后跟着他 他爷爷养的 供的这个 就一致劝他爷爷 让他孙子 他有个孙子 他儿子是不信这个的 但是他个孙子还小 就一直作用他孙子 要让他孙子成为马仔 后来这个 这个男孩的妈妈很有觉醒 他知道他们家信的不对 然后就 我有一次到台湾去 他找到我了 说张老师 你帮帮我儿子 很可怜 就是有的时候在那 突然好好的一个人 突然就这样了 然后再喊他 就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妈妈在喊他 然后就神就没了 他就知道不对劲了 找了很多大师 整也整不了 最后我用追眼的功能 一追到爷爷那 又追到他爷爷后面的老板了 我去警告那个东西 我说我呢 我们学佛人很慈悲 我也不收拾你 但是你再敢动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我就收拾你 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是我徒弟的儿子 为什么你们要拜师啊 按这个东西 师父要出手 要有个理由啊 那你不然你凭什么 横加干预啊 那你是谁 我就听你的 说我们跟你们会产生两种关系 一种是师徒关系 一种是师生关系 师生就是你是我学生 那你找我 我收了你学费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那你是我徒弟 那就更了不得了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那跟我的儿子是一样的 跟我的女儿是一样的 那我不管你当爹的 不管儿女啊 这在法界都是 名正言顺的出手的 你敢斗 你就跟我来斗 你不要惹我儿子 不要惹我徒弟 不要惹我学生 那这两种关系 你都不想发生 也不想当学生 那只好当患者 就是你有病了 你家人有病了 他也不信这个 也不跟老师修学 也不做学生 那就当患者 当患者就要交诊费 就要交医药费 交医药费的时候 我们出手的时候 也有理由 他来跟我们打架 你看今天 这个雷炸的 就稀了轰隆的 围着这个楼 就很古怪 为什么 今天来的人特别多 都带着冤亲债主我来了 人家不干 要找我斗法 你凭什么管 他们联合起来 我说我不管 谁管 他说什么关系 我说是我的病人 我收他们的钱 我当然要管他们的事 那这个叫病患 我在新加坡 我治疗了一个人 治疗了一个人 也是有点这种 精神上的东西 我就帮他治了 治了就是 当时他那个冤亲债主 问我什么关系 我说 他们知道 我在上面的借位高吗 斗不过我 那就来责问我 你滥管闲事 实际上人家讨债是合法的 为什么叫因果 懂不懂 没有因果 人家不可能来弄着你难受的 人家讨债是合法的 我干预你们 讨债是不合法的 但是你总得有点理由 出手嘛 出手嘛 我师父当年治了一个病 熊孝兽治了一个病 这个小孩特别乖 他在家里 就这么高的地方 他这个柱子 缩缩缩缩缩 爬到上面那个杆子上 翻跟头 然后下来 摔不死 那这个怎么回事 后来这个师父查 被个猴精附体了 猴精附体了 这个师父 也是他祖上养的一个猴精 也是因果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你不要 精神病 不是 不是你今天 西医学的精神病 都是后面有东西 所以说我在新加坡 治疗一个病人 也是这样的 精神有问题 我给他治了 治了好了 好了以后 人家冤情摘主 眼睛看不到的 就来找我算账了 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说是我的患者 结果等一会儿 我的头疼得不得了 头疼得不得了 我这一想 哪出问题了 他是我的患者 是合情合理 我出手啊 为什么我的头会疼 因为你打得过他 他有师父 他师父打不过你 他有师爷 他师爷打不过你 他还有师父 你以为了这个隐态世界 就那么容易 人家把这个师父的师父 师父的师父 找了一大群来逗你 那你不头疼才怪了 这一想总不对劲吧 我赶紧给我们那个公司 负责人是苏小姐 我打电话 我说刚才那个病人 收钱了没有 他说哎呀 我忙忘了 他走了 我说那不行 赶紧给我打电话 让他回来交钱 苏小姐说那明天再给吧 人家都走了 我说不行 我这头疼得要死 那我这跟人家打仗的理由 他是我的病人 患者我收了人钱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当然要跟你打仗了 就像黑社会收了保护会一样 对不对 这个苏小姐赶紧打电话 她都哎呀 最后说真不好意思 这个事高兴着 这个身体好了 然后忘了忘了给你钱了 赶紧架着车回来给钱 这一给钱 我这头啪就不疼了 但你们知道 老师你很恶心 你让他治病 你还收费 你不是大菩萨吗 你不是慈悲心肠 你懂这些因果关系是什么 你不懂 你不懂你就披着嘴 你不懂这是什么 都是免费的好 那免费的不管是 你都找了很多免费的 治不了人家 对不对 又念经 又摇鼓的 又敲锣的 那因为免费 免费不好使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东西是什么 你的这个精神问题 是家族的 还是怎么一个问题 那你要 老师上面讲了几种因素 当然还有各种因素 都是可以治好的 因为人是一个灵魂 就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体 肉体不是我们 肉体只是我们的一个殿堂 就像你的房子不是你 是你的住家一样 但是你的肉体中住着你 还住着很多和你共生的 有关系的三魂七魄 五脏羊神 很多的跟你一起的 那么有缘的众生都住在你体内 但是有个主人 就是你的真我 就是你的佛我 就是那个不死的金刚如来 就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如来 发生我 那是真主人 他如果苏醒过来 你这个就有主人了 叫六神有主 不然你们就是六神无主 六神无主 无主体内的就大闹天空了 每一个都要当老大 对不对 家里没一个管事的 总经理一出差了 员工们就你打我 我打你的 然后就斗心斗脚的 斗什么就来了 为什么 家中没有老大 猴子成大王 对吧 那这个道理呀 你体内没有真我 没有真主 没有真佛出来做主 然后五脏六腑都起来造反了 都要争着当老大 都不听彼此的了 不相互协作了 那你不就乱套了 你的生理就乱套了 所以我们要求得自己的真主 求得自己的真佛 出来主持自己的生命 这是生命事项 这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可以得到治疗的 但是你要找老师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老师时常不在 我们如果有问题 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老师有一天也会死的 对不对 那你看佛陀也走了 老子也走了 那你不能老师是你的保镖 永远跟着你屁股后面 但是老师来到这个地方 是教你们有本事 那这个就师徒关系 师生关系是什么 老师会的你都要会 对不对 高中老师教学生 学生都要会 才能考上大学 所以我们这些 叫诸佛教 知教 你们知道有一句话 是什么 做不做 中山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那么你们理解说 是诸佛教 就是是诸佛的教育 这个错了 是什么 是诸佛 是就是事实真相 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 你原本是佛 这不是我说 这是释迦牟尼说的 说如是我闻 欧难写经的时候 这个复述经的时候 一定写一个 如是我闻的这个是是什么 真理 真相 这个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你是佛 这谁说的 佛说的 他用一个是字来代表了 所以是诸佛教 是什么意思呢 你原本是佛 这是诸佛的教导 诸佛的教育 是所有佛的教育 所以是是字 大家要懂 就是是就是真理 真相 真理真相就是我们都是佛 所以当你的佛起来的时候 你有佛慢 有佛威 你是佛 护法天龙 地神都在护士你 谁敢来跟你这个导弹啊 对不对 你们学一个孔雀冥王经 就没人给你们导弹了 这是真的 这是你们实现过的 那如果你是佛了 那还了得 那天龙八部都护士着你 谁敢给你导弹啊 更不敢给你导弹了 所以大家要有点骨气 你跟老师学 不是来找老师当保镖 你也请不起 说实在我的工资很高 你给我发多少薪水啊 对不对 你这天天找老师给你当保镖 有问题就来找老师 这个不证件 证件是学会老师的本事 跟老师一样有本事 不单帮自己还帮众生 好不好 好就鼓掌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我刚才法会诵经的时候 一致流眼泪 刚才说了肉体不是你 在这个肉体里面有一个我是你 是真正的你 是永生不灭的那个你 这个我被你们就是强迫睡眠 已经太久了 叫这个睡眠强迫症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的第六意识 惯性我 特别的牛 喜欢当老大 所以是那么特别牛的人 他做事不用大脑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呢 他不行 他做事不用大脑 那就是特别牛的人 特别牛的人 他根本想都不用想 我要做我就做了 我管你警察 我还是管你什么东西 我谁也不管 老子今天高兴这么做 这就是特别牛的人 他用了第六意识 叫惯性 克制不了自己 这个制止不了自己 那么再聪明一点人 他会用大脑 他说 银行里有钱 我去弄点来 这一想不能弄 弄了 警察来了 把我抓了 我坐牢了 自治能力起来了 然后不去弄了 那个特别牛的人 哪有钱 老子没钱花了 我去银行搞点来 他就真去搞了 这一搞坐牢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什么 这是做事不用大脑的人 不用大脑的人 这个是很低级的 那么我们开始学会着 做事用脑的人 也不怎么厉害 为什么 你在用脑思考的时候 你的判断依据的 那个依据是什么 你输入了多少知见 多少知识在自己的大脑里 比方说 有些知识 我们从来就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的 你会不会去想到那个地方呢 你想不到 所以你非得要活到老 学到老 人类又发明了什么 高科技了 高科技又证明了什么东西了 那你不停地输入 输入输入 你这个大脑这个里面才有这些知识 那在思考的时候 它才给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或者高级的判断 所以人为什么要往大脑里输入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人习惯于这个search 就是搜索 你们很会用手机的搜索引擎 对吧 所有的东西 这是什么 老师你等一下 search一下 原来是这个呢 我念给你听 你search 我用你search 我是比你还笨的人 我是要你脑子里有什么 心里有什么 那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个白痴啊 你是一片的空白啊 老师你不是教空吗 你那个叫空白好不好 那不叫空性 空性是达到佛的决性了 那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那你不用输入啊 天地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心海里面 你那是大脑短路的 一片空白啊 没东西啊 没东西你那个叫鱼翅啊 所以是一定要用脑 用脑就要学 学很多东西 法门无量试验学 活到老 学到老 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所以你看 我用手机学什么 我学量子 学量子纠缠 学这些量子场论 学这些 因为我在大学中学 我们那个时候 没这个概念啊 对不对 那个时候哪有这个概念 量子意识 这十年前才出来的 十年前都不承认这个 暗物质96% 那是这个2013年才承认的 这都是新知识 你们学了吗 你们没学 没学还在那说 科学证明有鬼 我就相信 科学证明不了有鬼 我就不相信 那你才太笨了 为什么 科学说 4% 才是今天科学可以影现的 96%的部分真实存在 影现不了 那你不只学了个4% 你还牛皮哄哄的啥 你96%都不肯再学习了 圣者教我们的 就是去跟96%的天啊 阿修罗啊 畜生 恶鬼啊 地狱众生 打交道 你怎么去打交道 你通过仪器不能打交道 人家只能做4%的物质界的东西 96%的影态世界 他不能够打交道 只有通过师父教的方法 那么把自己的心找到了 用这个心展现像一个镜子一样 去照见这个世界的实相 那你才能够上之天 下之地 中通鬼神 那你就成为圣人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这个要重视 所以说那么 你在诵经的时候 特别是诵孔雀明王经也好 那这个诵经的时候 冤金债入 原来是障碍着你的 这个也不让你知道 蒙蔽你 那个也不让你知道 这个也不让你看见 那个也不让你知道 就蒙蔽你 你就是你 你就很牛 你是了不起的 来推波住来 为什么 这样你走到死 你是个牛 老黄牛牛不牛啊 又知道出力 又知道勤奋 又知道这个不停地耕作 最后死了 那个牛皮还被人卖了 牛骨头也被人敲了 牛肉也吃了 所以你光是个牛有用吗 你勤奋就行吗 你这辈子没停顿的劳作 不停地工作就对吗 那你死的时候还是个牛 愚昧啊 他说我们人不要做牛 要做智慧者 要是驾驭牛的那个驾手 对吧 那就比牛高级多了 所以说我们人呢 就是那么要觉醒自己的那个真我 觉醒自己真我 为什么让大家经常的 这个我们这个修大圣佛法 要长颂大圣经典 大圣经典 它是佛的心音 当你特别通过这种有师父 帮你连通天地 连通佛的 释迦牟尼的经是释迦牟尼说的 他把释迦牟尼请来了 释迦牟尼你在送的时候 他这个所有的经都叫心音 意念的意啊 是不是上面一个音乐的音 下面是心 所以这个落成文字的 实际上是释迦牟尼的心音 他的意念 对吧 他的意念里面没我 他是真心的音 所以叫真心真意 所以真心真意 那你在送的时候 他有一个波 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波 然后你在送的时候 这是谁的波道啊 释迦牟尼的波道 这释迦牟尼一来 你的本事来了 本事一来了 你的真我一看到本事就哭了 哎哟师父啊 你怎么才来找我啊 我这么苦啊 都好几辈子了 也没看见你啊 你的那个真我就在哭 你那个眼泪啪啦啪啦啪啦就下来了 可怜不可怜 这就是觉醒了 这是觉醒了 所以诵经万变其意自现 你真明白了佛的本怀了 真明白了 我不是这个肉体的我 知见的我也不是我 原来我有一个真我 我要回家 我要觉醒 我要获得永生 我要回到佛的身边 再也不在人间 再也不在六道里轮回了 好那你就哭啊 见到师父们也会哭 那看释迦牟尼身边 文书菩萨也是你师父 观音菩萨也是你师父 累世无始节来 他们都垂下了 接应你的手 你就不牵他的手 所以你今天还是众生 所以你就哭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好的现象 这是自己的心开始醒过来 自己的灵开始醒过来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坏事情 问题五 为什么我在念孔雀明昌咒的时候 每当念第一个嗡的时候 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要念很久后 鸡皮疙瘩才会下去 这个嗡阿哄三字 嗡是法界音 阿字是你的声而不声的那个本声音 哄字是法界本身合一的 近虚空变法界的一个境界 就是也没有我 也没有法界 近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的 它像一个炸弹一样 哄一炸 所有的有形都被破了 黄规空性明 无我真空 那么觉性 这样一个三个字 嗡字是法界音 所以它也是你的发生如来的音 说当你念嗡 你只要反观内照着念 它很容易震荡你的发生如来 也就是真我 就是心间这个我 当它一震以后 瞬间从这个中央点 像炸弹一样 三百六十度释放光明 这就叫习之得一者的一点 从一包含了万 瞬间达到万有 所以是它传递这个光 到了所有的毛孔 所以你念嗡的时候 然后整个的你的中央的心佛 放出了万道光芒 把你的毛孔冲开 所以是你瞬间那些黑的 寄生在你体内的 不该待在你身体 阻碍你有光明显现的 这些东西都出去了 这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另外也证明 你体内太阴了 太黑了 垃圾太多了 对不对 像老师念嗡 只是大乐 没有这个 毛孔一炸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曾经有 你们也不要笑 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谁都是从阴到阳的 那修炼它一定是有改变的 所以好好念 既然有效果好好念 我的脊椎病和腰疼的情况 平时没事 可是一到清明节和奴隶七月 参加白世回来以后 就开始疼 今年这个七月疼得最久 最后开始修了孔雀明昂经才有好转 请问老师 这些都是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 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和自己有缘没缘的众生 都度化他们 那么这是你们这些原本是佛 原本是菩萨 来到人世间唯一的正业 就是你应该干这件事 那么你不干 你不干你就欠下了众生的 所以平常时间呢 他们在阴阳两格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的空间都有一个透明的薄膜 就是他们不能够穿越 穿过这个透明薄膜来跟你讨人 但是在清明的那几天 这个薄膜是被打开的 那么这个时候阴阳两界 为什么我们可以祭祖 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扫墓 他们就允许阴阳两界合在一块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欠人家的 人家之前是有一个保护罩 有个气球把你保护着 他不能过来讨债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就找你讨债了 所以他在你的身上 就表现出疼痛病变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病 都要反思自己 我为什么会生病 那你生病不是因为生病 是因为有业债未还 如果业债都了了 你不欠债了 没有病痛 没有病痛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都是真的 包括你今天头疼什么原因 都可能是欠债要还 当时释迦牟尼 他成佛了 成佛了他有一次在这个 有一次生病了 生病了以后 头疼了三天 头疼了三天 头疼了三天以后呢 这个弟子就问 问病 说师父你为什么会头疼三天 释迦牟尼就讲了一个故事 说当年啊 他是有个村子 村子里的人呢 这一年天汉 天汉以后 水塘里的这个鱼啊 都就水干了 然后就村子里的人 把这个整个 这个湖里的鱼 都就弄上来吃了 当时有个小孩 他天生吃鱼肉 过敏 他不吃鱼 不吃鱼呢 但是他好玩 有一个大鱼王 这个 那个湖里最大的那条鱼 就是鱼王 他拿这个棍儿 敲了这个鱼的脑袋 敲了三下 所以这个呢 就是后来呢 为什么施加祖 被一个种族灭掉了 那当时穆建连 用这个 他的神通 用自己的脖 化成了一个坛城 把一些施加祖的青年 接引到了这个虚空中 结果等着这个 施加祖都被 另一个族人灭了之后 把这些坛放下来的时候 里面都变成血水了 就是哪怕你送到天上 都没有办法保护它 他也问施加牟尼这个事 施加牟尼就讲 同样的故事 就是当时 他们施加祖 把这个鱼都吃了 后来这群鱼呢 就投胎成另外一族人 所以你不要以为 人死为人 鱼死为鱼啊 不是啊 六道生死轮回 都是这样轮回的 你也可能变成鱼 你也可能变成人 连施加牟尼本生记中 他有一世都是孔雀嘛 这个佛讲 孔雀明王经说 那个大孔雀就是他 然后他也做过鹿王啊 也做过其他的动物啊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不要再做畜生道 做恶鬼道 做地狱道众生 灵是不死的 是会转世的 这是因果 所以佛陀当年 就是那个小孩 因为他不吃鱼 所以幸免于难 这辈子没要命 其他吃了那个鱼的 都死了 灭族了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 很惨的 释迦族被灭族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是佛经的 一个真实记载 说你看 释迦牟尼贵位导师 他都头疼三天啊 他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的因果啊 你们这儿疼那儿疼 有没有想想 自己是什么因果啊 就是我找名医 我找这个名师 找那个医生 找这个英国的医院 什么新加坡的医院 你再找哪个医院也没用 因果他帮你消不了 因果只有自己通过法会 通过忏悔的力量 通过超度的力量 才能把这些恶因给化解掉 化解掉了 他这个在肉体上就不生病 就不长肿瘤 就不长各种各样的怪病 那你也不用整天 这儿疼那儿疼的去还债 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懂 这是所有的病都是因果 没有一个逃脱因果的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要越法的加紧修炼 送证 持证 然后忏悔 超度 参加大法会 为什么要参加大法会 大法会是搞这个业债批发的工作的 平常时间你是灵寿 送送证 这个是大法会是批发 总批发商来了 一次性都给批发走了 所以是那你不参加 不参加就太吃亏 你只能零瘦一点点来 那你自己就有的受啊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 这个事情就很明显 所以他送孔雀冥王经 为什么有好转 因为在孔雀冥王经中记载着 就是送孔雀冥王经或咒的人 所有的冤亲债主不得讨债了 谁讨债 谁脑袋做七分裂 祖人也不让他再归类 归族 这就是神咒的力量 这就是经咒的力量 所以是经律论三藏 经可以超度 经可以用来超度众生 所以送地藏经 送孔雀冥王经 这个孔雀冥王经没有超度 但是它有喜灾的功能 就是你有灾难 安息住 它不能给你讨债 谁讨债 谁要投作七分裂 但是你不讨债 所以是这个债还在 它的怨恨还在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 有喜增怀珠 四大法 明天大家要来 明天晚上呢 我特意的 这个 这个 再讲一堂课 是要传里面 喜增怀珠四大法 那么这个 我们在新加坡这次 有一个传灯法会 我在这个大会上已经公开了 大家修炼了以后 效果特别好 那么目的是什么 大家喜增怀珠 你的病 病痛减少 你的业障减少 那 世间法你可以圆满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通过修法 想来的就 鼓个掌 这个 报个道 我的脊椎做手术 倒是有五六年了 做了手术之后 没有这样疼了 也不用一整天 都要吃止疼药 但是摇疼的问题 不能彻底解决 请师父开示 如何可以病好 除了这个 因果业力之外 我们这个在 圣观中 观到的是全西科学 全西科学就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身上的病 不只是业力 那还有什么 还有跟我们生活的 周围的空间 环境有关系 那么还有什么 跟自己的祖坟有关系 那么我们在观察中 是隔代影响 就是爷爷 奶奶 外公外婆这一代 可以影响到孙子 孙女 然后外孙 外孙女 这一个层级的 它叫隔代影响比较重 所以是那么 你要查一下祖坟 祖坟的腰部疼 或者脊椎骨不疼 你自己的脊椎骨和腰部疼 就是坟的中央的脊椎线 中间的线 你要看 可能有裂痕 可能有塌陷 那么有裂痕 有塌陷 赶紧补回来 因为这是全息科学 我在治疗过程中 为什么我的师父 熊神经教授 他特别要求我 学会他的东西 叫一补星象山 五种术 那这五种术 综合应用 才能够治好一个人的病 才能引导一个人 真正出六道 就是你们要做传人的 有志向 将来要传法 要度众生的 就要学师父的 这个 一补星象山 五种术 一是道一术 那么怎么通过姐姐 把她体内的业力 释放出来 那么释放出来 怎么去超度人家 这些众生 所以是为什么 这个经过我调理的人 浑身一下子就松了 效果特别好 那么大量的业力 通过师父的这个内功 师父的法力 给他请出来了 请出来又给他安置好了 等着下次法会 你去超度他 因为因果业力 你的业力需要你去聊 老师只能把他请出来 不在你体内 在弄着你疼 那需要你在法会期间 把他整体的超度走 那么我们这有 这个黄牌跟红牌两种 黄牌是干什么 黄牌就是一个人的冤亲债主 他会在哪里 他会跟在你的身边 他通过你的DNA的携带 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和身体周围 那么既然一大群讨债的 一大群冤亲债主围着你 你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传统的大圣佛教 为什么在大雄宝殿里面 设黄牌跟红牌 那实际上它的道理在哪 就是在这个黄牌 黄牌是超度 就是给你身边DNA 或者身内DNA中携带的 冤亲债主搞了个旅馆 搞了个宾馆酒店 让他去住 有吃有喝的 就是你不要跟着我讨债 你现在讨债 我也还不了你 没有钱 你这样我给你买一个酒店床位 给你买一个地方 你到那去待着 那有空调 有吃有喝 你等着我 等着我我去赚了钱 做了功德回来还给你 说每次法会 你还要再把他们抄一下 那他就不跟着你 不跟着你 就无债一身情 你就赶紧快马加鞭的去赚钱 快马加鞭的去弘法立生 就不用生着病 不用导着霉的去做事了 这个是超度 超度呢 就是你暂时你不超度他 就是让他在这个地方报道 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家人 包括父母 包括九族的冤亲债主 都给他立个黄牌 那么这个大雄宝殿是什么 十方道茶 说在地藏殿那个地方 地藏给你管理着 不允许他跑出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 等着你将来做功德 回来还债 是这个道理 红牌是什么呢 你们南洋地区很有意思 每次做法会 没人做红牌 这个人家香港啊 台湾不一样 做红牌的比做黄牌的多 这个红牌是什么意思 红牌是自己的这个钱不多 向银行贷款 懂不懂啊 这个你的福德不够 你的福报不够 你向诸佛菩萨贷款 就请诸佛菩萨给你加一点福报 加一点这个财源 加一点这个福德 让你这个叫增福增寿 增吉祥 所愿悉令满足 所以他红牌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说你的 你的这个 有充足的道资 有这个资本去红道 有这个资本去修行 有这个资本去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起伏的一个牌位 那时候他归谁管 归观音菩萨管 因为观音菩萨他叫有求必应 大慈大悲 无缘他都给你大慈 有缘他更跟你大慈 对不对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观音菩萨 所以你这个家人有病 求病考得快一点 那起伏 孩子调皮捣蛋 希望孩子能够听话 能够重状元 能够考上大学 能够有出息 起伏 所以一个红牌上面 可以写很多的愿望 那么一天才一块钱 那这个你都不肯做 那就太没智慧了 所以是 那么又做得起 为什么不去做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那么就是我们 这些东西都不是为了赚钱 都不是为了赚钱 只是一些方便的方法 让大家能够 今生能够决定成就 少一点障碍 多一点福报 要懂 所以是这个叫全息科学 把自己身上的 还有周围环境的 包括阴宅 所以我的师父让我学 医补星象山 治病要会 补通阴阳 为什么老师懂这么多 就是跟阴阳界打交道 我们既能跟鬼神打交道 又能跟诸佛菩萨打交道 又能跟恶鬼道 畜生道 地狱道 那这个你们懂西游记的 就知道 孙悟空他可以去玉皇大帝 他也可以去阎王老子 他也可以去龙宫 所以你们将来跟我修学 到二年级的时候 就要练身外化身法 我们佛法里面有法报化三身 那么就要通过自己的得意生身 化出一个身外身 像孙悟空一样的一个化身我 那么他就可以在法界中帮到你了 所以老师没什么本事 那我有个孙悟空 就本事就比你大一点 你搞不好孙悟空出来 比我还厉害 对不对 所以要学这些真正的方法 那就能够 这是补叫通灵 我当时的话 跟我师父学的时候 师父这个 要教补术 我就去买了一斤 那你已经这个又买了一些仕草 就是准备怎么散卦 我跟师父给了 师父说 师父你教我这个 师父拿过这个 说拿它干什么 我说通鬼神 那么这散卦散得很准 就通鬼神了 说把我的书一丢 没出现 不教我 我这一看急了 我说人家教徒弟 不都教这个吗 你教什么 他说自身而成 你不要借着外鬼神 来说事 你要自己有一个神 能够在天地间 你想去阎王呢 去查查谁 什么时间死也可以 你想去天界 看看怎么增这个人的福报 去找这些神仙们 这个我们北斗七星主死 南斗六星主 你的俘虏兽 对不对 那你都可以上去 那你为什么不求这个 最后我一听 师父我求这个 你们都没有灵性 都不求算了 求不求 求就好好学 这个不学不会 所以这个要懂这个道 这是补 那么还有心是命理学 相是风水学 风水学里面有阴宅阳宅 这是外环节 跟你都有关系 那么还有什么神仙学 山学 山字加个人 他叫仙 所以仙是叫仙佛 我们在中华文化叫大罗金仙 就是佛 修道佛法就是叫大罗金仙 永生不死 成就今生 这都有方法 所以这是山学 所以是一个真正的成道者 或者一个有弘法使命的人 你师父会什么 你都要会 所以是大家要学着 这一生 你的余生干什么 就来学这个东西 学了以后成法王 度众生 功德就可以积累下来 功德圆满了 你就成佛了 问题 七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的灵魂 比如有一次在面试时 我看到面试者的灵魂 隔些日子就听到那个人过世了 最近我又看到一个有人的灵魂 结果没过几天 此人也离世了 请问老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好像这个人不太吉祥 谁见了他就要灵魂出窍 然后这个人就死了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你过去是有修炼过阴阳眼 当一个人将死的时候 他的灵魂已经不安居本位了 他就飘雷出体了 所以就被你的眼睛捕捉到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应该这一生好好修炼 把这个心眼通练出来 不是只练一个天眼通 那么还有呢 就是既然是你这个知道人家这个人 看见以后你看见有这个人的灵魂跑出来 你要想办法救他 这个怎么救他呢 这个是在密法里面 有很多的喜增怀诸法 我们做大菩萨不能跟人家要钱 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灵飘出来 你要跟他要钱你才帮他 你这就不是佛法了 你这是伤到了 你这是邪门外道 要拿这个赚钱了 那么我们大菩萨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一看哎呀 这个人很可怜 又有孩子 孩子又那么小 就是他马上我知道 我看到他就要死了 怎么办 回去替他修一座法 修什么 修自己化成观音也好 化成自己的本尊 你修本尊法 你就可以有神通了 在本尊中替他的冤亲债主超度 替他向观音增幅 你修成了 修成了他就可以严寿了 但是严寿了 你会否告诉他 不必告诉他 这叫因德 不要说我看见你 你本来过几天该死的 因为我给你修了法了 你看看你不再感恩我 那就不是大菩萨了 大菩萨这个不求回报 一定是帮了这个人 也不跟他说 事情成了 成了也不说 就应该这样 慈悲心 因为他孩子太小 他的父母没人养 那他不能死 那赶紧要帮他 这就是你大悲心 这就是你的菩提心 问题八 我发现我有预知能力 每次都会收到讯号 说朋友会出意外 结果真的应验了 他总是遇到这种事 他不是伤得很重就去世 为什么会有这种 最让我无奈的是我没办法救他们 我应该怎样面对这些 那我已经有三个朋友这样过世了 我很难过 这是你的大悲心升起了 所以跟老师来好好修学系统方法 等你修到本尊成就的时候 你就有办法救他了 问题九 怎样找回信心 聆听能力 决心 勇气 心静 冷静 耐心 集中精神 坚持潜能 我该如何克服长久以来 心理上的障碍 这个老师刚才讲到了 这位先生是典型的 五脏六腑 能量都不足 功能都不够圆满的一个表现 这个时候要赶紧的 人到中年要赶紧的救护命保 修复自己的心肝脾肾肺 否则你就不停地有喜怒 哀乐 忧思 悲 恐 惊 七情的变化 所以你只有赶紧的修炼 这个在命功中 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那你就要先修命功 赶紧救护命保 把自己的电 五脏电 五脏光都冲得满满的 亮起来 那你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这个不是你做其他的东西 能解决的 当然这里面也是 因为你大量的 过分的消耗自己体内的能量 先充电 先补充能量 在补充能量的同时 忏悔业障 消耗太厉害了 失去了自己做大菩萨 这一辈子的目标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浪费了自己的生命能 所以要忏悔 那么要跟老师修系统的方法 你像我们的六字七诀什么 那这位朋友我今天也见了 他说这个因为老上夜班 没办法来上我们的课 我们的课呢 有一个特点 一 你上了以后终生免费 同类课终生免费 就是说你再有时间来听也是免费的 第二我们的课程都是附加赠送DVD 就是老师在这讲的东西都有实况录影 带着场性的 那你这个上夜班没时间来上课 那你回去白天没事的时候 刚好家人都去上班 你可以在家里三个小时 看DVD学习 把手机一关跟上课一样 那这个就是你要不要 你不要就会继续枯竭下去 那这个生命都没了 那你追求的所有东西都就不存在了 所以先救护命宝 那时候我们的基础课 基本上是围绕着命宫 都给大家先弄的返还青春 返老还童 那这个部分地基打好了 再往上拔高 那你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 记住我们的誓言 就是我这一辈子不成佛 我绝对不死 要有这个念头 因为我们有长寿佛法 有延生洁命法 有北斗七星延寿法 太多的方法了 都是古代师父 这个六耳不传 三口不言的 口耳相传的传导 所以大家是有福 我这一生经过了 五十多个老师的栽培 精华都萃取在我这个地方 所以你不用去找五十多个师父 你供养一个师父就行了 不用像我这么辛苦 都在我 你好好跟我学就学了五十多个老师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要注意 问题十 为什么金刚界和他藏界的大日如来不一样 金刚界是指的我们 本身法界中金刚不坏的 那个虚空葬里面真实显现出来的法界 叫金刚界 也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里有两个曼达拉 一个是金刚界曼达拉 一个是胎藏界曼达拉 这是唐秘中的致秘的东西 金刚界他就反映出我们本身自拥有的 就每一个众生都拥有的这么一个法界 虚空葬都在你的心的谈诚中 你要回到心中那一点 就把它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的这个金刚界 它就是由九个部分组成 那它分中央 上下左右 左前右前 左下右下 那么展现出的是一个六合结界的 这么一个谈诚 它展现出了我们的如来藏 本自具有无量的法藏 无量的法宝 不是外求 不必外求 那胎藏界是什么意思 胎藏界是 你既然现在是凡夫了 你染了很多东西了 那如何从凡夫再回去金刚界 那这个叫返还先天 返还先天 所以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金刚界的大人如来 它代表着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从来不坏 所以是它的形象当然不同 那这个是已经染污了 但是染污了它又没染 这个因为你们要上课 很多课程才懂 为什么老师说染污了它又没染 那么没染 怎么从那个没染里面把染污化成光明 所以你重新要安胎 再生一次 叫重生 你必须重生一次 重生一次就是由这个要死的肉身中 生出不死的金身来 这就好像小孩子要入娘胎 再出来 再长大 再不坏 是这个道理 所以从我们要死的肉身中 要腐朽的润胸中 出来要像入胎一样的 叫入胎 结圣婴 从圣婴到圣童 最后到这个童真身 到法王子身 到法王身 这就是属于胎藏界的这个东西 胎藏界 所以这个里面的 这个大人入来 跟金刚界的它当然就不同 它代表着是寒藏万法 能生不生 能生不生 那个本字如如不动 本字居藏万法 所以它不是一个样子 表法不同 内涵也不同 所以这个呢 将来有机会 你能跟着我修学到 那个层次的时候 高层次 中高层次 都会得到教授 在这里是不再展开了 上香的时候 那个香会形成不同的高度 请问老师 这意味着什么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在传统有一个香谱 这个香谱不同的三柱香 表现出各自长胆不同 怎么排列 有一个香谱 这个网上都有 可以下载 那这个准不准 很准 为什么很准 叫全息科学 全息科学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存在一个信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那么信了 总是用一种怀疑的态度 去对待古文化 实际上你一个不信 就产生干扰波 就使那个本字的规律 就像刚才说 那个小徒弟学炒菜 他老是在怀疑 这个行不行啊 这个油温行不行啊 烟是不是多了 这个酱多了 醋多了 什么少了 他老怀疑 说最后出来的是乱嘛 是不好吃 乱七八糟 味道都不知道什么怪味道 那你这个 你在上香的时候 你要看香头 看这个香谱 你要诚信 诚信他就显给你看 你不诚信 他就说乱七八糟 就不准了 所以信与不信 这个真不真 假不假 是来自你的心 你的心真 他就真显 你的心乱 他就乱显 乱不准 是因为你乱 你不信 所以你真信 他就真显给你看 要知道我们的眼睛 看不到的世界 是有鬼神在管理的 他的管理 比我们世界的管理 还要严格 你们经过不好 到处都有树 你今天晚上去砍一棵 试一下 明天会不会有警察 来敲你的门 肯定会的 对不对 那每棵树都有管理 那最后要追查 谁砍走了 通过城市的电眼 走访 人警察总能找到你 隐态世界神不如电 所以这个管理 是相当严格的 所以他通过什么 来告诉你一些事情呢 就是你喜欢怎么样 你喜欢看箱头 他就通过看箱头 来告诉你 你喜欢打杯 你们南洋人 特别喜欢打杯 他就喜欢打杯 告诉你 你喜欢扔铜钱 他就喜欢用铜钱 来告诉你 这个叫负物显灵 无非是负在 那个东西上面 告诉你什么东西 说是在于我们真信 还是假信 好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例如孩子 学业工作 事业健康之种种问题 如果 如果祈求佛菩萨 佛菩萨会如何解决 他会用什么方法 埋怨 求佛菩萨 佛菩萨在法界中 没有肉身 他不能帮你什么东西 你求佛菩萨 佛菩萨会给你派人 派出贵人来帮助你 记住 人能弘道 不是道能弘人 诸佛菩萨他没有人的肉身 没有人的肉身 他说的话你听不懂 因为你没有达到那个高层次 叫不言之教 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一定通过你身边的人来提醒你 人来帮助你 这个有个人死了 他去到阎王的告状 告状的主是告的谁呢 告的观音菩萨 告的观音菩萨 他说这个观音 那时候千处求来千处应 万处求来万处应 这个有求必应 那结果我求了他半天 他不来救我 我死了 这观音菩萨说话不散数 到阎王殿告状 阎王呢就没办法 就找观音来了 这不管你是多大的观音 告你总得上法庭吧 对不对 来了 来了以后这个观音菩萨 一说找我干什么 他说这有个人告你 说你不管的 他一看他 你怎么死了 我找了三拨人来救你 怎么你都没 他们没救你 这三人说 都是哪三拨 第一拨是一帮军人 你在那个山崖下面 他掉悬崖下面去了 他去祈求观音菩萨显灵救他 救他呢 这来了一帮的军人 走迷路了 走到悬崖边上了 这听着下面咕噜咕噜念 那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快救我 有声音 然后这个人家就说 那这个我们放下云梯 你上来吧 他一看是一帮军人说 你们走走走走 我有人管的 你不用管 军人一看 这有人管 我们就不用管走了 后来呢 这又在那念叨念叨念叨 有一批商人又走迷路了 又走到悬崖边上来了 这都观音搞的鬼 然后又要救他 他这也是不要 说我在等观音菩萨 跟你没有关系 你们走 第三拨我忘了是谁去救的 所以所有的诸婆菩萨 要帮你的时候 他是假借人的手去帮助你 或者是你的亲人 或者是你的邻居 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 那他就显现出来了 来帮你 所以你不要希望着 你这个看到观音菩萨在空中 然后一道光 上来了 我这是从悬崖上来 这精神有问题 你们就是这样 猫个大悲观音菩萨 有什么事 一看怎么还不来 张老师来了 那不就是观音派来的吗 你这个你要有悟性 他很多的就是 我这个新加坡的很多学生 他跟我很多年 谁劝反他 他都不跟我造反 什么原因 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 他流眼泪 说师父找你好苦 我说你怎么找到我的 他说 我后来觉得光念佛不能往生 这很痛苦 并且误了很多人 就是念佛得往生 结果都念佛不往生 他大悲心出来了 他就每天在观音菩萨 念到观音了 求你送个肉身师父来吧 求你送个肉身师父来吧 然后拿香蕉哄哄观音 拿点茶水供供 拿点灯油供供 观音就被他感动了 感动了以后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座 讲座他就去听了 听了以后 这一听 这个一定要往生 必定往生 他这个听进去了 所有人都走了 他不走 他在那个舞台周围转啊转 他很内向一个人 一看有个菩萨在那转 我问他说 你在干什么 他说 你讲的很多东西 悬着又悬 我这个不感兴趣 你能不能给我讲一遍 那个阿弥陀经啊 我说阿弥陀经 好啊 那我就为你专讲阿弥陀经吧 他说别的经我不听 你说那些神道那些什么 我不听 我就要专听阿弥陀经 我说那就讲阿弥陀经 我说你这个菩萨这么齐情 我就专讲阿弥陀经 然后这个结果因他齐情 还来二十多个人 那一会 他就讲了 讲完了他赖上我了 不走了 结果什么课他都学了 他发现这个光学阿弥陀经不行 要度众生 要有这个本事 那个本事 所以现在学了五年还在学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求不是这些诸佛菩萨不显灵 是身边的人 你求什么事 都是人来帮你 千万要记住 不要去指望着那个 那些电影 你们看太多了 电视电影 一道光 飞上去了 然后我成佛了 我成那个了 你这是中毒太深了 那是科技 那个叫科幻片 不要看科幻片 然后问题十二 请问持菩萨戒的时候 蛋可吃吗 严格来讲 不光是持菩萨戒 你如果是学佛的持戒 而不是这个别的持戒的话 素食 蛋是不可以吃的 为什么蛋是不可吃 蛋 不管它这个受精 还是未受精 它是鸡 怎么生出来的 是母鸡 想 生出来的 我们这个十二类生 将来给你们讲 愣眼睛 有十二种 十二类生命诞生的方法 其中有响生的 响生就是鸡 鸡肚子里有没有蛋 没蛋 鸡肚子里没蛋 它怎么生出蛋了 鸡是响出蛋来了 它通过念想 我要下蛋下蛋 下蛋下蛋下蛋 就肚子里就长出蛋来了 所以你们的肿瘤 怎么生出来的 响出来的 有的人怕得肿瘤 就老响老响老响 就长出蛋来了 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肿瘤 老响它老响它 就是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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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没蛋了 这个治疗就是这样 反其道而用着 所以这个鸡是响生出来 响生出来以后 那你把它那个念性给打破了 懂不懂 咔 一个鸡蛋壳被打破了 这个鸡就怨恨你了 说鸡都死了 早都不知道哪去了 你以为它死了 它有灵啊 对不对 所以是蛋不可吃 不要说 喂受精的就可以吃 受精的就不可以吃 有什么 这都是后面的胡说八道 因为它不懂十二类生 你把人家念想打破了 对吧 有些收古董的 收了个破瓶子 又是清朝的 又是明朝的 值了几万块 在我眼里 那不就是个破的旧瓶子吗 你倒是买个新的用啊 对不对 但是它那个宝贝可不得了 它能想着 那值十个亿 值一百个亿 那东西金贵 那在我们这不收藏眼里 那不就是个破瓶子吗 那新的还好用一点 对吧 为什么收个破瓶子 但是那都是念想 所以人呢就要注意 不要破了人家的念想 这破了念想 它有怨恨 所以这里面很多故事 将来给你们讲 所以是 那么第二 持八观摘戒 密教不能喝水 因为感应不到 恶鬼道的痛苦 请问师父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密教里面 它有一种特别的修法 叫什么呢 叫自他置换法 就是我就是恶鬼 我就是地狱众生 这个时候你是地狱众生 如果自他转换成功的时候 那你感觉到 一会儿热得不得了 一会儿冷得不得了 热得不得了 你在火域里面 冷得不得了 你在冰山地狱里 一会儿腿疼得不得了 你在刀割地狱里面 一会儿这个头发 被人拔得疼 那这就观想成功了 就是自他置换成功了 让你体验到六道之苦 你既然体验到六道之苦 你的出力心就容易生起来 所以说密教中 它为了让你感应这个恶鬼道 它这个喝水就变成血河了 变成血水 它喝不下去的那个饥渴 难忍的那个滋味 让你生起大悲心 生起出力心 自己不要跺恶鬼道 第二 生起大悲心 去救度恶鬼道众生 那他有这种持法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学法呢 有多种方法 未必要用这种方法去修 这种方法呢 一定要有上师 在你跟前指导 如果修不好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通常自他置换法 是出家中 在师父跟前修法的时候用的 如果是你们跟老师学了这个法 又跑到家里去修 这个老师又不在你身边 有的时候会出一些麻烦的事情 所以是不要这个 因为比方说你正修着呢 难受着呢 家人把你送去医院了 因为你事件病啊 那当时一个师父看到一个什么众生 要浑身溃烂而死 他为了救这个人 他就实现了就是修自他转换法 自他转换成功了 转换成功以后全身都烂了 这个师父在做的时候全身都烂了 烂了一天两天三天 那也不让用药 因为你要置换他的业力 不让用药的最后的话 最后到第七天 自己全身自愈了 那个人也好了没死 当然这是殊胜的修法 那你这修着修着 最后家人把你送医院了 这全身都烂了 你开什么玩笑 那这个还不给你送医院 你不治病 那你不精神病了 他看你就精神病了 所以不要乱修 不是什么法你们都修的 有些法是要在道场里面闭关 或者有师父上师在身边督导的时候 或者有道理护持的时候才可以修 道教与佛教的丧礼 对往生者和后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 道教与佛教的丧礼仪轨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人是后来才有了道教佛教 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分法 实际圣人在说教的时候 在教育的时候不分彼此 因为我们都叫不二法门 如果是我觉得 比方说我是耶稣 我觉得老子不如我 那这个就不是耶稣了 如果老子觉得释迦牟尼不如他 那就不是老子了 如果释迦牟尼佛觉得他很高 老子不如他 他就不是释迦牟尼了 说近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 都得到了观心可得道 正心入道 这些圣者得到的是同样的一个正量 没有第二个正量 只不过仪轨上各有差别 佛家有佛家仪轨 道家有 那么所有的仪轨在这个丧礼上使用 都有这么几个作用 你要知道它的作用 是否真正达到了这个作用 那丧礼上举行这些仪轨的作用 第一 人在四十九天之内会去转世投胎 转世投胎呢 为不剁三恶道 那么而转世 那么当时在佛教中 他不是不剁三恶道 他是在前面 他有中阴救度 中阴救度在净光中得解脱 直接成佛 他叫中阴成佛法 所以他在头死的二十四小时之内 或者头七天之内 是很关键的时间 他有殊胜的引导 他不是说只是让你投三善道 那这个有一些佛家师傅 他不修这个秘法 他当然就不懂中阴救术 他只是像样的念念经啊 送个往生啊干什么 结果刚才说 以阴生求我 以相求我 他还送不走 因为他自己不能视线 这个要视线这个 这些诸佛的净土 诸佛净土佛刹 不能在病人的眼中 或者当下他的空间中展现出来 一个修本尊有成就的 他视线他是阿弥陀佛净土 阿弥陀佛的净土就在当下能够展现 那么殊胜引起这些亡灵的期盼 真能往生 说是这些遗鬼不在遗鬼的形式 而在于主法师父 是否有真正的正量 无论道家也是这样 无论佛家还有包括伊斯兰 基督教 那么他在做这些遗鬼的时候 都要强调空性已成 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做这个 我是地藏菩萨不是我 我是阿弥陀佛不是我 我是耶稣基督 我不是我 因为我不是我 所以我可以是耶稣基督 我是我我就不能是耶稣基督 老实至于绕口灵的 已经把你们绕糊涂了 但是你们要跟着学 就不糊涂 就知道怎么走空性 怎么走明性 怎么走觉性 自己我退位了 无灯台了 自己真正成圣了 这个时候你的坛城 净土世界 在这个亡灵面前就展现了 他一看这儿好 他进去了 一进去被你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这个所有的仪轨 真正讲到我们叫高层次的仪轨 是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层次做不到 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第二个层次就是劝家人做功德 保证亡灵不堕三恶道 转生人道天道 这个阿修罗道 不去受苦 那这是第二个层次 那连这个层次 他有的时候 法师也做不到 因为你别忘了说 做仪轨的时候破地狱 破地狱的时候 道士们要真做 要用雨布 雨布就像一个 离地的那个离一样 要把那个地 场性化开 这个叫雨布 就是大雨走三步 可以把一座山给移走 说我当师父 师父上次带我去希腊 调那个希腊的场的时候 他就在怪怪地走一种步 我说师父你腿瘸了 他说stop 他不会英语 他说逼嘴 这个 他吓得就不敢吭气 他就跟鸟一样的 在那跳来跳去的 走来走去的 他说看好 我就赶紧看他怎么走 事后他搞 这叫雨布 大雨对智慧的雨布 这个走好了 地会被你离开 地场哗就打开了 时空场就变了 所以是走完雨布 走钢斗部 钢斗部有这个三斗怎么踏 四斗怎么踏 五斗六斗七斗怎么踏 你们都听都没听 这些名词吧 所以是这个道士 真正做法能克不得了 那你跳啊唱啊 打锣敲鼓 那些都差得太厉害 那只能凑了个热闹 就是活的人得到了一个安慰 就这么回事 对死人没什么益处 所以道不入 多烧点金银纸 这个管用 不管谁烧 金银纸管用 金银纸是还债的 这个皇前路上 他走的时候 讨债鬼太多了 把他拽拽拽 拽到地狱里去了 拽到了三恶道了 那你给他多烧点金银纸 这个头七每天要烧 以后逢七必烧 后面的每个七都烧 烧七七四十九 七个七 最后呢 那第七个七一定要多烧 所以这些都有一套的东西 将来教你们 所以这个本身 他们都没什么区别 只是谁做 主法人 法师 级别 修到什么层次 这个重要 这个重要 不在于是哪个宗教的一个 包括这个耶稣基督 他活着的时候 他帮人家做这些东西 都是有很大的成就的 都能帮到人直接去天国的 那么包括孔子 都是这个从丧礼 出来的一本礼书 叫这个礼记嘛 对吧 所以都有一些仪鬼 严格的很 那但是今天都是装样子的多 这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真正修行的人 就不能去蒙人 坑人 不能装样子 要学点真功夫 那你就要找明师 日月明的明师 那你才能真有点成就 祖先去世的得知 已经转世投胎成人了 那我们还需烧金银纸给他们 这第一 你怎么知道他转世成人 谁跟你说的 这个问题很大 很大 那谁跟你说 你去看见了 还是他回来一敲你的门 说我去了哪了 没这回事吧 那怪吓人的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还需要烧金银纸给他吗 人死有三个魂 我们有三个魂 一个天魂叫这个胎光 一个地魂叫爽灵 一个人魂叫守时鬼 叫幽金 人魂是这一生父母给我们 他特别迷恋这个人体是他 因为这是爹妈给你的 这一生爹妈给你 所以他迷恋这个就是我 那天魂 天魂是胎光 他源自你在五十节生死轮回 先堕到天界 后来从天界又堕到地界 又有了地魂 先有天魂 后有地魂 天地相交 人生其中焉 所以是人才有人魂 所以是那么天魂 它是胎光 它是一道光 死的时候都会升天 那这个叫人死升天 古人是这样讲的 所以为了这个淘基利 说人死了 人家不说人死了 说某某人升天了 那就大家一听说升天了 他就是死了 对不对 那他升天了 天魂升天了 地魂 它是大地的产物 它归入地 所以叫地魂爽灵 地魂归地去哪里了 他去阎王殿 转世投胎 这是正常死亡的 那所以你所守的转世 是这个地魂 因为地魂一转世 天魂跟它相应 因为天地是一对 它永远不离 所以是你地魂到哪里 天魂就跟到哪里 这才有生命 才有第三个母 你是鸡的母 还是猪的母 还是人的母亲 那么这个就区别你的类属了 所以那就是动物魂 或者人魂 以人为代表 所以是万物之魂 所以你在不同的道中投胎 有不同的母亲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即便你知道 他的爽灵到了地府 那么地府最后通过转龙殿 送他去成人 成了人了 又转世成人了 那他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幽精 守施鬼在尸体上 在骨灰上 所以那就是他还以 那么今天量子意识告诉我们 有物质就有意识 就有意识 那么说量子意识告诉我们 那骨灰上的或者尸体上的 就有一个祖先 或者仙人的魂在上面 他活着 他有意识 他需要生活物资 那他生活物资 他需要什么 你活着需要什么 死了就想要什么 所以活着你要有钱 有衣服 有吃的 有喝的 这是最基本的生活 那就得有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给他钱 或者给他粮食 或者给他什么 他在另一度空间 可以生活 那通常就是 我们也不知道缺什么 我们就给他钱 给他钱呢 但在另一度世界 他的钱是什么形态呢 就叫金纸银纸 就是金银货币 硬通货 所以说那么你烧金纸银纸 他到那可以换美金 可以换马币 可以换什么 看他需要什么 所以你不给他 不给他 他就很穷 他就过得不咋 就像你在人世间没钱 你只能过穷日子一样 所以你给他很多的食物 给他很多的衣服 他可以拿去换钱 他有自由市场 可以买卖 可以交换 以前是物交换 那么最早以前 没有金银纸 为什么没有金银纸 纸还没造出来呢 在汉朝纸才造出来 汉朝之前没纸 没纸供祖先 都是给他烧点粮食 烧点这些食物 烧点衣服什么的 所以他没有一个物物交换 就跟我们人类 在世界最初的时候 拿东西换东西 后来才有了货币 有了货币 有了纸币 这才有烧金银纸的传统 就像你们现在认识 马币 马币无非是一张纸 但是你们都认可 世界也都认可 这个就等于一百马币 这一张纸就是一百块 所以他就可以流通 那你烧的金银纸和明币 在另一度世界 他就是认可 这就是钱可以交换的 这一样的 跟人有什么意识 鬼有鬼的念头 鬼的意识 鬼的思想 所以他好用 所以那么刚才说 人死了 即便有一个地魂转世了 天魂地魂 就转世成新的人了 那么你这个幽金 还是需要供养的 这就是孝道 这就是你如不供 他就不孝 不孝他就弄你 然后呢 不单弄你 他是历代祖先的一个 法脉 一个连接点 你把这个断了 祖先的东西过不来了 一个人的成就 不是你今生的成就 很多是历代祖先 共同的一种力量 推动你去成就 有些列祖列宗的 因德福报 跟业力一样 都有你去承载 所以你想福报很大 你一定要孝道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设神主牌 设祠堂去祭祀 那这就是古代的 孝道文化的 活着的时候供养东西 死的时候 祭之以食的 这个祭神如神在的 一种传承文化的 科学依据 因为它有量子纠缠 对不对 它既然是有骨灰 骨灰身上就有量子 就有DNA 你身上也有它的DNA 它那边过得好 你这就好 量子纠缠吗 它那过得不好 你这就不好 它那闹心 你这闹心 你这好 它也好 说我们过富贵日子怎么过 要祭祀祖先 安实地给他吃的 用的钱 还要回向功德 回向功德 使他在另一度空间 生活时间能长一点 那这个幽精 在我们佛法中 什么时间它可以成佛呢 等你这一世 好好跟老师修 寄身成佛 那么你会在师父的引导下 去游方 你像我当时 我的熊老师就 你今天要去扬州一趟 你明年要去山东一趟 你后年要去 最后跑到希腊 他亲自陪我去 干什么 收是灵光圆满使生活 你在那好几世 你的灵光堆积在那 收不回来 师父就亲自带你去收 收到身上的时候 有一股热感 当你决幸的时候 你也知道你前辈子是谁 我们叫正三生 正九世 都可以知道自己每一世是谁 这个都不是神话故事 都是科学 都是我们经历的 大家要重视 即便你知道过世的人 转世成人了 还要清明 中原 冬至重阳 要祭祀 要给他烧东西 给他 所以这个是科学的道理 时间关系 已经耽误你们到十点半了 这还有好多问题呢 我们明天再继续回答吧 不要让你们回去太晚了 对大家的到来 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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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